第一個朋友 這邊不能先來 這邊 好 好 大家好 我想就開始今天的分享 那 才剛從那個治安府趕回來 大家知道治安府嗎 我們台灣的第一個懷季信託的案子 就是有幾個人在新竹的地方買了一塊地 然後就是 就是交給那個環境信託 那現在也是要去做那個所謂的時代調查 因為現在就是把它交給NGO 現在是交給環境資訊協會來操作 這樣子 環境資訊協會 對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一下 就是環境資訊電子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這個單位 那我們目前全台灣所有的環境訊息 基本上來講的話 基本上都是由這個單位裡面所發出來的 所以大家可以上網看一下 能做得來蠻多的事情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是生物 還有就是氣體這方面的東西 那我盡量講得輕鬆一點 因為如果對於生態生物來講的話 變得有壓力其實就不是本意 那我還是想從這邊開始 因為很多人 我想大家第一個很多問題就是 當生態跟經濟產生衝突的時候 那我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各位常常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掙扎 就是我到底是為了經濟 所以我犧牲一點環境 或犧牲一點生態來講的話 是划算的呢 還是有時候就覺得說 這種東西來講的話 那麼長遠的東西 那所以我要犧牲一下 讓我的肚子餓一點 其實感覺上好像也是可以忍受 但是不管怎麼樣 好像兩個中間都要有所取捨 對不對 這是很多人很苦惱的地方 但是很有趣了 我們來看這兩個字 因為其實很多單位都很希望 每次大家都常常講說 在經濟跟生態裡面要取得平衡 對不對 問題是這件事情怎麼平衡 對不對 好 那平衡點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也很嘗試的去了解一下 就是好 那到底該怎麼辦 但是去了解完以後就發現很有趣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字 生態學 它的英文是ecology 經濟學是economy 這怎麼一回事 它是個巧合嗎 好 那我講它不是個巧合 它是來自於共同的ECO 那好 那我想 一開始我想 我想從這邊來問大家 欸 經濟跟生態 它們的共同點是什麼 而且各位要注意到就是 好 好像接觸的問題 好 應該沒有 OK OK 好像 這樣 好像 還是 另外一次 不用賣歌 不用 我想說賣歌 好 繼續 OK 好 沒問題 那 它們的共同點是什麼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供給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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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就不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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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更直接了 它一定會牽扯到我們最核心的價值 好 這個如果繼續問下去的話 這堂課大概就這樣子就過去了 所以不能再繼續問下去 好 ECO其實請各位注意一下 生態學跟經濟學都比較舊科學 所謂的舊科學意思就是說 像物理學 化學 這個數學 這是長久以來就有的東西 生態學跟經濟學叫新科學 以後它們的發展 基本上來講的話就是這兩百年以內 也又說差不多有工業革命了以後 才會有這樣的字 但是其實在早期 只有一門科學叫做ECO的科學 只有一門科學問叫ECO科學 是什麼呢 就是ECO取自於希臘字 它的意思就是家 家庭就是房子的意思 所以它裡面有告訴 什麼叫ECO科學 讓你的家庭更加的幸福快樂的科學 叫做ECO的科學 怎麼樣讓我的家庭增進幸福 就這樣子 好 那怎麼樣讓你的家庭增進幸福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學 好 這邊要先帶來一點 請各位注意一下 增進人類幸福的最小單位是家庭 而不是個人 大家同不同意 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要幸福工作 為了家庭犧牲奉獻 這件事情來講的話聽起來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追求幸福的單位 最小的單位 自古以來都是家庭 而不是個人 所以增加家庭 所以它不會說增加個人的福祉 是增加家庭的福祉 那經濟學就變成這個德性了 不要講德性了 好像罵人一樣 經濟學就是讓資源有效的分配 什麼意思 資源就是有限的東西才會叫資源 無限的東西你不會叫資源 資源要怎麼樣去爭取 然後怎麼樣有效的分配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那你要爭取資源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那就是用什麼東西可以爭取到資源 賺錢 所以後來經濟學就變這個樣子了 叫你怎麼樣去賺錢 就變成經濟學economy 但是在這個賺錢的過程裡面 因為你也有賺到很多錢 所以我就很快樂 好像不太對 現在我們GDP有沒有持續上升 有啊對不對 但是人民的幸福感出現下降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談到一件事 叫貧富不均對不對 因為不是只會賺錢 我要還要想到 怎麼叫做好的分配 所以照現在來講的話 越來越重視分配 所以我們以前我們 在早期的時候 我們只注意前面這句話 但是後面來講的話 有效率的分配 當你的分配是沒有效率的 比如說當一個有錢的富翁 他身價一千萬 但是他賺到兩千萬 其實那個東西只是數字的增加 其實對整個社會是沒有什麼 沒有實質上面的貢獻 但是對一些人 以收入來講的話 你只要給他一點點 他就可以有很大的 一個生活上面的改善 所以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就變全世界都越來越強調 不管怎麼樣 請各位注意一下 經濟學原來的本意 是這個樣子的 當然現在變成說 經濟學變成說 大家努力去賺錢 這是有點奇怪的事情 我們講今世紀名 對不對 這個是就從economy翻成 中文來的時候 金世紀名 這才是經濟的 他本來的初衷 但是很好笑 我常常問一些 有時候會碰到一些經濟學老師 我就說 你知道economy的eco是什麼嗎 他們不知道 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賺錢就快樂嗎 有了錢就快樂嗎 我聽到有人在搖頭 這樣挺不快樂嗎 我覺得挺快樂的 收入很多 是不是 好 那我用一個更直接的問題 賺錢就得到幸福了嗎 還差 怪怪的對不對 看哪裡 有沒有人可以說 有沒有願意談談 你看看 我剛才講 eco是增進家庭的福祉 對不對 好 其中有一個就是 爭取資源分配給你的家人 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它就變成 eco的發展出來 就變成 eco 那 就得到幸福了 菜籃 我們來看一下 很多人在談生態的時候 都沒有講到它所謂的核心 怎麼說呢 我們一想到生態 我們就很會很直接的聯想到就是 動物啊 這個 死虎啊 台灣黑熊 就想到那些東西 但是一樣 生態學的初衷 並不是為了動物 為了植物 他們的幸福著想 它還是回到我們最根本 是為了人類著想 因為人類都不幸福 你很難去思考 那個死虎幸福了 然後青蛙幸福了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它告訴你一件事情 有錢你不遺就幸福 還差在什麼地方 還差在 我拼命去賺錢 所以很晚回家 我疏忽了什麼 親子關係 我疏忽了夫妻關係 然後我為了爭取計畫來講的話 跟我的同事怎麼來相處很不愉快 請問一下各位幸福快樂嗎 不會 所以有一個部分告訴你 如果你要幸福快樂 除了經濟以外還要生態 而生態來講的話 它很重視就是 維系良好的關係 所以大家先不要去談 就是說 那個什麼動物 植物啊 兔子啊那些東西的生態 我們先去回答我們人的生態 我們人的生態 在生態學裡面 我們怎麼樣說呢 我們把這個 大家只要看這個第一句話就好了 研究或探討 我們把它換成人了 我們這個生態學 研究生物與生物 生物與環境間交互關係的一門學問 這會叫做生態學 那人 研究人與人 還有人與社會間交互作用的學問 叫做人的生態 那我們常常用另外一個字來取代它 我們不講人的生態 我們講什麼 社會學 或者是人際關係 怎麼樣維系良好的人際關係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 維系良好的關係的同時來講的話 你也必須要跟環境維系良好的關係 你才有幸福 因為你沒有好的水 你沒有好的空氣 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來講的話 其實有很多的生物 是支撐了我們的經濟價值 跟我們的 就是說 會直接長成我們的厲害關係 只是我們常常忽略掉 那這等一下來講的話 會再訴說一下 所以呢 回到這前面 生態資源跟經濟資源其實一模一樣 就是叫做資源 什麼叫資源 就是這五項 時間 時間是不是重要資源 是吧 對不對 我有多少時間可以完成多少事情 這絕對 對不對 很重要的 我每天都 時間 每個人都24小時 絕對不會多一分 也不會少一分 是不是 空間 是不是重要資源 它包括 比如說 我家裡面的空間 我有多大 我有 多好的配置 請注意各位 注意一下 空間 除了大小 還有配置 像一樣 這間教室 大家來這邊 你不會在這邊得到幸福 快樂 在這邊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目的就是讓大家來上課而已 所以也就是說 你在這邊 只有上課會讓你舒服 做其他的事情 都不會讓你舒服 是不是 但是這麼的空間 然後把它變成是一個家 你會不會這樣擺 不會 這邊是臥室 這邊是餐廳 這邊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一樣的空間的大小 但是你不同的配置 你得到的幸福感是不一樣的 所以空間的大小和配置 好 再下來是物質 物質生活 物質享受 這絕對是重要的資源 對不對 大家同不同意 對不對 所以我要吃好吃的 對不對 我要吃這個 我要穿 穿這個 穩暖的衣服 對不對 等等之類的 十一柱形的部分 那能量這更不用講了 對不對 這 我們現在 這個能源 能源危機啊 甚至核電的液體啊 都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 好 多樣性 哇 各位有聽過 生物多樣性這個字吧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有沒有人可以跟我講得很清楚 因為資源對我們人類都是很齊齊相關 對不對 有人可以告訴我 生活多樣性對我有多重要的關係嗎 或者是多樣性對我來講它有多重要的關係嗎 我剛才講這四樣東西 基本上它怎麼容易理解對不對 你每天生活都會遭遇到它都是很重要的資源對不對 多樣性很重要嗎 很重要有多重要 大家說說看 它對你實質上面的意義 食物鏈 食物鏈 食物鏈對你很重要嗎 說不上來對不對 隱隱約約 是不是 大家想來 說要先 萬一那個發生病床還有不在還是少 那這樣萬一到只吃的糧食只有一種 一種的話 那這樣的話就沒有東西 好 這是站在風險評估上面來講的對不對 我如果只吃一樣東西來講的話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那萬一這個東西沒有的話 我就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這是生物動態性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之一 但是聽起來好像那很遙遠的事情對不對 少了一兩種大家很擔心嗎 好像也不太會對不對 我們先不談生物動態性 我們現在談多樣性 多樣性對我們人類本來就是很重要的資源 只是我們也不太常用這個字 就我們人類的環境裡面 我們用另外一個字 大家就會比較清楚 選擇權 你中午吃飯 晚上吃麵 宵夜吃包子 我今天我可以跟你講說 好 有些男生喜歡吃台樹牛排 哇 這絕對是重要的物質對不對 是不是很昂貴對不對 好 但我告訴你 吃台樹牛排可以啊 中午請你吃 晚上請你吃 宵夜再端出來 明天早上再端出來 你看到他會昏倒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嗎 你的選擇權被剝奪掉了 我今天不是告訴你說 我是為你好 所以這個東西你就看著辦 不是 我這個比較微弱好 我希望我能夠有選擇權 我不是什麼東西都要最好的東西對不對 我要是怎麼樣 有很多的選 這選擇的本身就是重要的價值 所以呢 這五項東西 既是生態資源 也是經濟資源 各位如果這個想到第六的 麻煩請偷偷的告訴我一下 因為你可能就是下一屆 若貝爾獎不得住 好 這資源就是這五項 這是已經有一些定義的 那所以呢 很好玩喔對不對 告訴你怎麼樣去爭取這些資源 但是呢 除了爭取資源 你還要有一個家的感覺來講話 你還要重視什麼 爭取這些資源 分別這些資源的時候 要注意到你要維新的 養好關係 這樣你的家人才會得到幸福快樂 這個才是真正生態學的本意 所以我常常開玩笑 看到一隻兔子跳起來 那個說你兔子跳起來跳得好美 那個不叫生態學 那叫做生物學 或者兔子跳多高 生態學是怎麼樣 一隻兔子不會有事沒事跳給你看 他後面可能是一隻狗在追他 所以那兔子他在逃命耶 後面的狗在追他 可能也是為了狗可能有寶寶對不對 所以他追這些狗來講的話 這個狗在追這個兔子 他也是怎麼樣 為了他的家庭生存 沒有東西有事沒事在那邊跳給你看 是不是 所以真正的內涵在這個地方 只是有時候我們常常在講一些事情 沒有常常講清楚 所以呢 我們講生物動畫性公約 當初在1992年簽的時候 曾經是全世界最多國家簽署的一個公約 那因為我們沒有加入聯絡 所以我們只有看到場面畫 那場面畫就是一百多國家的元首 贊成好大好大一排 是不是 然後說地球只有一個 我們要好好保護地球 聽起來挺好的對不對 是不是 那個然後講完宣誓完 門關起來地球就不見了 都在談什麼 對 都在談錢 錢怎麼分配 我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我要付出什麼代價 是不是 那像那時候巴西 所以那時候在巴西開嘛 對不對 巴西很簡單 巴西問題只有一個 保護六代雨林 為什麼要保護六代雨林 因為為了地球的氧氣 是不是 那問題是什麼 你為什麼不保護你的雨林 因為那個美國跟你講 因為我的森林都被我砍光了 那你砍光你的森林 然後你經濟發展 然後告訴我說 不能砍我的森林 聽得懂我意思嗎 是不是 沒有道理 那你要我繼續保護 樂大雨林可以出錢 聽得懂我意思嗎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真正生物重要性 並不大家想要說 它是離我們的生活那麼遙遠 或者是說 它只是一種好像感受 只是我們的一個心情上面的一個溫暖而已 它其實它有很重要的所謂的競爭力的部分 那大家有時間再談一下 在談什麼樣的競爭力 所以各位要先拆開 我們現在在我們談生態學跟談生物 基本上要把它拆開來 其實生態有很多的部分在談的是那種關係面的東西 但是 後面會談一下我要總是什麼關係 但是我們從回到生物面 你要餵它好 你總是要 了解它 你才有辦法餵它好 你如果抓一個人來講話 我餵你好 我餵你好 對不對 我這個給你吃好吃的 對不對 我帶你去上吃牛排館 對不對 結果他跟你講說 我彌陀佛吃素 混蛋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嗎 是不是 所以呢 這基本上來講話 你要餵它 你要餵它謀求進步 你必須要去了解它 所以我們物種來講話 就要去認識 一個物種 它除了它有個名字以外 它還有其他的身份 比如說 它可能是動物或植物 這OK 但是它有可能是優勢種 簡單來講就是比較常見的 那它可能是稀有種 比較少見 是不是 可能是特有種 或者我們講的台灣特有種 意思是怎麼樣 全世界只有台灣有 但是它在台灣可能不少見 可能不會很少 對不對 像剛才那個照片裡面 購格斯刺蛙對不對 購格斯刺蛙來講的話 在台灣 隨處可見 但是它是台灣特有種 對不對 就類似像這樣 還有關切種 對不對 大家都很重視很關切的 對不對 當然還有一些大術 老術 它有一些身份 對不對 它有一些文化或歷史的意義 所以一個物種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只要知道它的名字 其實還要知道它的地位 或者是它還有其他的意義跟價值 所以不是說我只要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就來談一下一些物種 因為剛才有說我們這個課程來講的話 後面可以多講一些氣力的部分 因為氣力的部分來講的話 可能大家會比較陌生一點 所以我大概會琢磨 物種的東西其實比較有趣 怎麼說呢 我們常常開玩笑 我說一個數學家 他如果說他在30歲前還沒有成名的話 他不會成名 一個物理學家 他如果40歲前沒有成名 他也不會成名 那化學家來講的話就50歲 然後呢生物學家 你沒有60歲你不會成名 為什麼 因為生物版它一種 所以呢 它其實來講它不是靠你聰明智慧 而是看你看了多少 我之前我在戰科學國務版 做一些研究相關的工作的時候 然後我說一下非常的深刻 大家也去了科目館嗎 台中士在那裡有博物館 大家可能只有有去展區裡面走嘛 對不對 但是很多大家也會注意到 奇怪 科目館好像很大對不對 但是展區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大 對不對 其實科目館有一半 基本上來講話不是在做展示 其實他們是在做收藏 全世界的博物館 你知道博物館的評比是什麼評比嗎 全世界的博物館收藏量 像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大英博物館收藏量 是全世界第一 對不對 因為它從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就在搜刮全世界的博物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物種怎麼樣 我們有很多的物種的第一份標本 都在大英博物館 包括什麼 包括雲報 所以我們之前曾經有在想說 欸 台灣是不是還有雲報 問題來了 當然現在是說滅絕的 但是在十幾年前 曾經有一些人就想說 到底台灣還沒有雲報 問題來了 那時候也想說 問題是你在外面 好 真的被你碰到了 是不是 你確定它是台灣的雲報 還是從動物館跑出來的 你不能確定啊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只要是台灣人 就沒看過台灣雲報 因為它已經滅絕了 已經有五十年沒有人看過它了 對不對 你怎麼會知道它是不是台灣雲報呢 對不對 所以如果萬一發現這種的話 那你只要去比對 對不對 比對標本 那時候GEEK的想法 就到大英博物館去比對那一支標本 好可憐喔 我們台灣的物種 現在要跑到國外去比對 後來發現 要比對的還甚至不少 我們有非常多的物種 你可以注意一下 它們的那個命名都是外國人的名字 對不對 斯文豪是赤蛙 斯文豪是油蛇 這些物種都是台灣的物種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 杜鵑 最多的杜鵑 生氏杜鵑 對不對 生是生靈的生 它是今年生醜之助 生醜之助是誰 生醜之助是一個很了不起的 我們現在都有聽到八田羽衣 八田羽衣對台灣的貢獻很大 對不對 生醜之助 這個算是我們台灣的 我應該要說它是台灣的博物館學家 因為它雖然是日治時代來台灣的 但是它一輩子都奉獻在台灣 而且它這個就是之前為了拼誰先登上玉山 跟德國的人競爭 跟一個德國人競爭 競爭就是說誰先上到玉山這樣子 就是說第一高峰這樣子 對不對 這到最後那德國人說他贏了 結果這位生走之助後來就跳來自殺 對 那個日本人的記者 大家去看 那一個其實蠻令人感動的 然後他在自殺的時候 他留下一句話 我覺得這句話 其實我們真的要 真的是要很深刻的解法 他說請把台灣的山頂綠化 這是他的絕命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因為他也知道其實那時候 很多的那個樹木其實是送到日本去 這個是 台灣的很多的木頭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木頭 在全世界而言 所以只是很可惜 我們只看到那個木材的價值 好 那回到也會真的 我來看 他最有哺乳類 是不是哺乳類 那哺乳類來講的話 大家也看出來 其實有包括什麼石蟲木啊什麼的 我就把它跳過去了 好 有很多的觀察方法 我想也都不用在這邊說了 因為這些都是屬於科學類的東西 那基本上當然你可以去看他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有一些陷阱的方式 然後你可以看他的腳印啊 他的便便 叫聲啊 受鏡啊 這其實都可以 對不對 那現在也大量都用紅外線相機 然後還有什麼氣味啊 超音波啊 等等之類的 好 這我就把它跳過去了 那所以呢 有很多東西是你可以看得到的 好 我站這邊會不會長到 或者這樣子才好 好 那當然是 講Face對不對 那我們喜歡看到 比較常見的是大赤五鼠 這個就比較少見到 對不對 很可愛 好 好 還有就是 絕驚 絕驚不是老鼠 它跟老鼠的距離很遠 就是前鼠不是鼠的意思是一樣的 他們吃的東西其實不一樣 好 那這是老鼠龍可以抓得到的東西 好 好 那像這裡是鬼鼠 月鼠 好 這個是超可愛的草鼠 它做出來的草 是這個樣子 這是它做出來的草 所以有時候看 那還有什麼 我們有人講土鍋鼠對不對 驗鼠 台灣驗鼠它會什麼 我們比較少看到它 因為它在土裡面 但是你可以看它 隆起的地方 所以在各位去走步道的時候 你看這地方怎麼有個隆起 這這這這 那很多就是野鼠挖的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說你是有一些水泥的東西 打在那個地方 它就到那邊為止 就是這樣子 好 好 那有些是碳痕機 譬如說這個是土杯 那其實它上面都會住蝙蝠 那我們怎麼知道蝙蝠有沒有住上面 其實你不知道它可能上不時 全部都跑上去看對不對 其實你要看蝙蝠的便便就知道了 對不對 這蝙蝠的便便我們又稱什麼 葉明砂對不對 這個是那個中藥材 中藥材你如果去跟它說 我要去買葉明砂 它給你的就是蝙蝠的便便 好 為什麼 因為那蝙蝠的便便裡面來講 有很多那個眼睛沒有辦法消化得掉 所以看起來都亮亮的 所以聽說那是顧眼睛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蝙蝠其實看不太懂 好 那另外來講就是看它挖的痕跡 我今天去那個自然谷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穿在腳挖的同學 然後他就在那個找那個白蟻啊 找那邊吃 那山豬的就會狗 等下有一些影片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那當然這另外一個就是便便啦 有各式各樣的便便 因為你不太可能碰到它 所以我們有一些同事專門在 追蹤這些哺乳動物的 因為很難看到它 所以他們就會很注意那個 各式各樣的便便 所以我們後來說 有的時候笑不笑他們是便便的 對不對 味道怎麼樣 聞一下 嗯 臭味很臭 這個 應該是色香貓 對不對 大家有吃那色香貓咖啡對不對 好貴對不對 你去聞一下那色香貓經過的那個味道 真的是 味道很重 還有蝙蝠嗎 對不對 蝙蝠 有點怪怪的嗎 他為什麼站起來 對 他應該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應該是他的 他的 蝙蝠像 對 但是 你把他這樣看 超可愛的有沒有 對不對 你會覺得 所以 所以後來有一段影片 後來我沒有找到 那是國外拍的 他外面就掛了三隻的那個蝙蝠 他本來是三隻這樣掛著 那因為他們有些會晃動啊什麼東西 然後後來那個影片把它弄得站立了以後 就變成三隻蝙蝠還在那邊跳舞一樣 非常的有意思 對 好 那當然另外來講的話就是 蝙蝠常常看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有用 紅外線 超音波偵測以這樣的方式去測 對不對 超音波我們就聽不到對不對 但是呢 這邊我可以放一下 蝙蝠的降頻的聲音 也就是說 你把超音波把它降頻就可以聽得到 所以有一段 大家可以稍微聽一下 這是其中的一種 背景還很小聲 那是另外一種 這個是游裡尾伏的聲音 所以給大家稍微聽一下 欸 沒有聲吶的效果對不對 這個大家可能說聽不到 但是就是說 野外其實有很多東西你看不到 但是並不代表它沒有 這只是給大家聽一下這樣子 有沒有 我們現在平常可以看到在飛的那個東亞家蠔 一隻蝙蝠 我們有人去算 牠的蝙蝠吃那個昆蟲的量 一天牠相當於牠可以吃掉一千隻的蚊子 一隻可以吃掉一千隻的蚊子 大家可以知道為什麼蚊子現在那麼兇 所以其實蝙蝠是對我們控制一些 因為病蟲還其實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東西 這是蝙蝠 另外還有就是自動相機 自動相機它就可以拍到一些 因為不太可能我們在這邊調查 一直在這邊等 因為有些動物來講的話 牠可能一個禮拜才經過一次 甚至像食谷來講的話 牠可能一個月才經過一次 那我不太可能我在這邊一直等牠 所以有時候就是用一些影像設備裡面去拍 然後拍這個東西其實有個麻煩 第一個麻煩就是你要去看它 東西拍了你要看嘛 對不對 看才是麻煩 對不對 那大部分都沒有動物經過 那你要看到這個很代表對不對 那但是後來就有發展出一種 比如說你只有動物經過的時候 牠才會拍攝 那這種所謂側動式的這樣子的東西 好 那聽起來是不錯 沒有錯對不對 但是呢 你還是要去看牠對不對 你還是要認牠 好 所以我們有看到猴子 看到沒有 有看到嗎 對 幾隻猴子 一隻猴子 所以各位就不及格了 這邊還有一隻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沒有 所以我們的近視都滿深的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好 那當然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比如說這是水局 台灣有水老鼠 牠會潛到水裡面去抓那個水生蚊蟲 所以是潛水高手 那像相對來講的話 很多河西整治就沒有了 那其實牠都會在石頭上面 這是牠們的變變 好 這就是水區 但是牠在環境很好的地方才看得到 所以這也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水 但這不容易看到 那我們本來台灣有一個比牠更棒的 這步驢動物滅絕的 是什麼 水踏 台灣以前有水踏 但現在來指示一下金門 對不對 金門水踏 可能也照不保險 因為最近金門有好多的開發 而且牠們就是靠著很多的水路 在那邊什麼去光谷啊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是我們很擔憂的一件事情 水區 這樣會不會讓你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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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東西沒有一個是乖的 這個可能是已經死掉了 這個可能是已經死掉了 對 其實活的水其實很難弄得到 因為它又少 然後真的很不好搞 就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 剛才講是哺乳類 接下來是鳥類 鳥類有各式各樣的一個調查方法 這我也不提了 對不對 所以有些是由下往上看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猛行學會 它會告訴你就是說 從下面往上看是什麼樣子 那就看一些它的翻文來做面試 對不對 因為你不太可能只看到牠站下來的樣子 那也不是什麼鳥全部都在什麼 都在空中飛的 對不對 像這個都是劍走型的 對不對 豬肌 或者地質 或藍複賢 這一些 對不對 那有些是喜歡住在森林裡面 對不對 牠喜歡住在森林裡面的 像這個是台灣藍雀 對不對 有一些喜歡住在西邊的 對不對 像牽涉水溝 那河不會潛水 這鳥會潛到水裡面去 然後小捷尾之類的 這是森沙燕的潮 這東西很直接對應到 牠這一個一個潮 是不是 你把它變成水泥 牠就抓不進去 是不是 所以森沙燕牠就變成寶玉蕾 這是台灣的水鳥也是一樣 水鳥是台灣很重要的資源 然後我們通常都會記得說 黑麵皮鹿 對不對 台灣的水鳥有多重要 我們以黑麵皮鹿為例 那時候來講 本來要開啟工業區 開發 對不對 後來說怎麼樣 那時候我還在科普館 那時候就說 不行 因為那邊有黑麵皮鹿 那時候說全世界有三百多隻 台灣就有兩百多隻過來 而且黑麵皮鹿很不像話 他們怎麼樣 他們到台灣來 全部都沒有簽證 直接就這樣飛過來了 對不對 然後下來以後 然後結果後來就是 喔 森沙燕牠都能開發 因為牠是整個社交科 然後後來森沙燕牠就被打下來 那過程裡面來講的話 曾經還發生過一個差距 就是那個民眾很生氣 說為什麼讓臉黑黑的那個鳥 然後說這個工業區就不能開發 對不對 倒是鳥的生態重要 還是我的肚子比較重要 有沒有 所以那時候很生氣 就說要去打那個黑麵皮鹿 對不對 說來一隻我打一隻 來兩隻我打一雙 最後打完那個 兩百多隻就不用保護了 就為了這句話 把那個 其實聯合國的人到台灣過 因為就是這一句話 把牠打到台灣來 為什麼 因為很麻煩 黑麵皮鹿它是後鳥 它非常的稀少 所以牠是國際保護類 所以在牠任何經過的地方 全部設立保護區 包括中國 包括韓國 包括牠經過的地方 對不對 但是好像有一個很傷老金 就有一個地方沒有加入聯合國 是不是 聯合國好像管得到牠 但是這些鳥又很傷老金 牠們什麼地方不去 特別喜歡去那個地方 是不是 然後那個地方的人 然後又說什麼 牠來一隻 我打一隻來養蟲 我打一雙 那我在其他地方 好像保護區我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後來 七五光一區沒有開發 是不是 好 但是像我們現在想起來 這是不是對的 是啊 因為一樣的人 他們組成 黑麵皮鹿巡守隊 因為 有一年的那報紙上面 就是這樣寫 啊 今年的第一隻 今年的第一隻黑麵皮鹿出現了 就那一天好像有八千人去看到 對不對 去賺那個觀光的錢比較快 所以當我們在談很多生態跟經濟產生衝突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是因為 我們只看到眼前的意義 而沒有看到長遠的規劃 所以說看到長遠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 可以得到一些好處的 然後這是 堤防 堤防那上面黑麵包 全部都是鳥 對不對 好 那鳥在那邊幹嘛 那個 那鳥是這樣子 牠海邊 海邊不是會 牠本來不是都要海邊祕食嗎 對不對 那蜜食那水就會漲潮 就會慢慢往上淹 對不對 那只要淹 人也是一樣啊 那個 海浪開始往上淹的時候 越往上就越往 你也不能往上嘛 對不對 就不希望我們有絞著 泡到水嘛 對不對 就一路往上 那上到的地方來講的話 那個 可能堤防 或者是沒有沙灘了以後 他們就怎麼辦 就飛到岸上去 然後他們就會停到這種 類似像漁溫啊 或者是這些地方 很多人想說為什麼牠們不飛到樹上 這鳥其實不是大家想想說都那麼喜歡樹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看 如果這周邊在海邊來講的話 牠其實很平坦對不對 如果我在樹上其實 後面如果說有一些老鷹啊什麼東西 我其實我是看不到牠的 對不對 所以牠們很喜歡站在很空曠的地方 遠遠的地方如果說有危險 比如說有一隻狗靠近 有隻貓化劍 這些鳥全部都看不到牠 是不是 所以牠們是用這樣的方式來保護牠們的安全 那當然還有青蛙啦 那青蛙 這裡有很多 各式各樣隨便的青蛙對不對 這邊剛好就沒有剛才講的那一隻 那個功德師刺蛙 那這個 這個斯文豪是刺蛙 大家如果到乾淨的水邊 尤其當西箭你一定可以聽得到牠 但是很多人都以為牠是那樣的 牠的叫聲音是啾 有沒有聽過 大家下次注意一下 所以當你在當西箭的時候 你到啾 這樣的聲音的時候 請各位不要上看 我們來看一下 牠可能是在下面 好 這是 好 那這是一些樹蛙 當然還有一些很少見的 比如說陳褲樹跟山蕉魚 各位 山蕉魚不屬於蜥蜴 牠是兩級類 然後這個要特別說明一下 牠是跟青蛙比較有關係的 那還有爬蟲對不對 爬蟲就是蛇蜥蜴蜴蜴 那這是有一些有角的對不對 當然就是蜥蜴 那可再請注意一下 剛才講的那個什麼 那個龍圓或者是山蕉魚 那個很像牠 但是不是牠 牠是青蛙 蛇對不對 有毒的 沒毒的 其實台灣的蛇真的是 有很多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牠沒有毒性 所以大家不要 而且很多人說 我怕被蛇咬到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講 就是蛇跑到人家屋子裡面去 通常都是有原因的 因為蛇 我覺得人比較怕蛇 還是蛇比較怕人 其實蛇比較怕人 所以牠進去通常是有一些因素在 當然有些蛇是找東西吃 但是比較少 因為牠也知道那個地方來講的話 是很麻煩的 是不是 那通常有很多蛇進去是取暖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有一些人 尤其是一下那個天氣 一下冷得很快的時候 那個蛇跟哺乳動物差在什麼地方 我們說蛇是冷血動物 人是溫血動物 好 差在哪裡 就是說人如果覺得很冷著的時候 你可以發抖來產生熱能 要維持一定的穩定 蛇沒有辦法 你沒有看到蛇在那邊抖的 對不對 所以牠要靠外面的那個能量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天氣降得太低 牠也不舒服 牠就會找什麼溫暖的地方 那請問一下除了房子以外 還有什麼地方很溫暖 馬路很溫暖 馬路好 所以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很多的什麼 那個路上常常有很多神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這樣的 尤其山區裡面 那牠很多是很衰的 因為牠學人家 學到最後學得太像人家 不以為牠就是牠 然後就把牠給宰了 比如說雨傘傑有毒 白梅花神沒毒 但是牠在野外沒有什麼毒性 所以牠把自己搞得像牠那個樣子 對不對 結果呢 那沒有想到那個人 對不對 只是不會去管牠 反正兩個都殺了 這之類的 然後還有像 龜殼荒跟大頭蛇 這個有名字 沒有名字 這個刺繪新主持跟青蛇 青蛇是我看過最溫暖的蛇 你真的是 我們說你可以玩蛇 不會有問題 那個 我還沒聽過有人 被青蛇咬過 非常的溫暖的蛇 那當然還有很多就是 在路上看到被壓死的 那還有一些比較少見的 台灣其實很多蛇真的很漂亮 像金絲蛇 黃文絲蛇 如果仔細看的話 百步蛇也非常的漂亮 那還有就是昆蟲尤 尤其是蝴蝶 那蝴蝶有各式各 台灣是蝴蝶王國 是不是 我們以前靠蝴蝶賺了不少錢 各位如果有機會到客戶館去看的話 還有一些畫 當初是用蝴蝶的刺法去撇的 那都是價值連成 那個東西 只要是寶物 就是會收到博物館 那台灣來講 台灣的寶物只有往兩個博物館收 一個叫做故宮 一個就是客戶館 大家都常常重視故宮而忽略的客戶館 其實客戶館有沒有很多的館廠其實是很棒 有機會的話可以去申請 去特地申請 然後要求參觀收藏庫 那其實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棒 你在外面看不到的東西 那當然有一些 性交就可以看到的蝴蝶 這裡的動物是很少見的 然後還有很多的針蝶 蝴蝶 那灰蝶 弄蝶 這弄蝶寶寶的窩 它就會把它葉子捲起來 躲在裡面 對不對 它這樣就不會被東西吃掉 有些就比較少見的 比如說寬尾蝴蝶 大隻甲蝶 等等之類的 那蜻蜓 蜻蜓我們比較少看 但是台灣的蜻蜓非常的漂亮 台灣的蜻蜓來講 種類也非常的多 尤其到西邊裡面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無霸溝蹄 唯一的寶魚類蜻蜓 它有那麼大隻 那看它的蜻蜓點水 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那個真的 讓你真正感受到 什麼叫做點水 它那個 每點一個就下一個蛋 每點一個就下一個蛋 它就在 像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它就在我的面前 就開始表演 就是一直不斷的下蛋 這樣子 很漂亮 色彩非常的鮮艷 又大隻 對不對 還有藍黑 這些 就各式各樣的清甜 這個不是啦 這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台灣色人事物種非常的多 那我們很希望就是說 你在做調查的時候 請注意一下 你也不要因為你的調查 或者是你的觀察造成它的困擾 那第一個當然尊重動物生命的尊嚴跟價值 你不要去讓它死掉等等之類的 然後盡量降低它的干擾 然後如果非 就是說你不要去捕捉它 因為你把它抓回來它也很可憐 而且通常也活不成 然後如果說你是有 比如說你要靠近它 去看它 看完它以後你要回來的時候 因為你可能有拔一些草啊什麼撥動啊 所以你出來的時候盡量把它復原 不管是你翻石樓去看它 或者是你撥草去看它 那當然在一些地方 要特別注意到法律的問題 尤其是在國家公約 然後還有就是說做調查 我們建議就是說不要一個人 你至少要兩個人 然後有一個大 這是一個要注意的事情 那還有一些調查工具 這個就不錯了 那大家也不要想說 哇 我要看這些東西 我全部都要到深山裡面去 或者我要到很遠的地方去 我才看得到 這是在哪裡 自來水博物館大家知道嗎 自來水博物館後面 有一個步道可以上去有沒有 哇 它裡面其實就很多東西可以看 我常常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台灣是一個很特殊的環境 尤其是台北 台北是盆地 周圍全部都是山 台灣一個高度都市化的地方 很難得有像台北 它其實還有那麼多的生態資源 在後面巩固 尤其有一個很重要的生態資源庫 叫做陽明山 對不對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台北市的土地的 以土地的面積開發來講的話 是很高比例的那個都市化嗎 不是 因為有陽明山 其實這是很吊詭的一件事情 因為陽明山是屬於台北市 這是很特別 但是相對來講的話 就是說它有它的特殊性 其實台北市我們常常講說要做生態都市 結果我們全部都學錯 因為國外的生態都市 他們都來講節能減碳什麼東西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已經沒有什麼東西了 所以它只能去做節能簡單 但是我們台灣還有很多的東西 但是我們去學人家 我們常常這樣子 就是說自己的優點 我們都不去重視它 然後去學別人家剩下的東西 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甚至來講的話不要講說在選博館 我們那個士林有個美輪公園 就是在那個科教館的旁邊 對不對 那個實在是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地方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去做了調查 你看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在這裡是不是 它已經是干擾很嚴重的地方 對不對 好 但是呢 它其實干擾那麼嚴重 你看一下 它連關度平原 連陽明山系 雖然這人都已經高度的那個發展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對不對 有各式各樣 這我都很快把它調過去 對不對 鳥類也有超過20種 對不對 那有各式各樣的八個 講到八個 各位那個八個真的很多 但是讓台灣有本土的八個 他是白嘴的 這是原住民 這個戴眼鏡的通常都很討厭他 所以他都被趕到現在已經變成寶寶的人 這是三老星的事情 那你一定可以看得到 綠袖眼 白頭跟麻雀 這三個我們稱為都市三峽 所以你一定可以看得到他的 你看鳥類 對不對 那還有其他的樹齡之源 還有很多的鴿子類的 那亞科的 對不對 老鷹有時候也會在山上盤全 對不對 有時候也會下來 對不對 還有很多路斯 對不對 那這個我就很快帶過去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還有就是說我們在談蝴蝶 其實我們有時候為了吸引蝴蝶 我們常常種到所謂的蜜原植物 就是讓蝴蝶來這邊吸蜜 那這是蜜原植物 但是事實上來講的話 我們都有人很喜歡蝴蝶 很討厭毛毛蟲 那我們都知道蝴蝶是毛毛蟲 變了 那蝴蝶很漂亮是沒有錯 牠來這邊吸蜜 但是你只要有那個花有蜜 牠就來吃 所以蝴蝶長大牠是不挑食的 牠哪裡有蜜牠就去吸 所以大家也要就是這樣 但是貓貓蟲很挑食 不同的植物 毛毛蟲通常只吃那一種 牠只吃那一類的植物 甚至有些毛毛蟲只是一種植物 所以如果說你要複育蝴蝶 你要看到蝴蝶 其實你真正要複育的是毛毛蟲 但是我們通常都比較重視 就是吸引蝴蝶來 但是生產毛毛蟲的地方 我們常常要忽略 而且很重要的就剛才講到 不同的毛毛蟲吃不同的植物 所以你要種那些植物 給牠才有那些蝴蝶的設計 還有就是有一些聲音 其實如果要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你還是要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所以有時候我常常講 就是說動物在這邊出現 一定是有原因的 牠不是跑出來讓你看的 對不對 所以你要了解牠 你要抓牠的喜氣 比如說牠是來這邊吃晚餐的 還是牠是來這邊休息的 還是來這邊談戀愛的 還是牠住在這裡 你要了解牠以後 你在那邊叫做守株待兔 你是在那邊等牠 或者是我特地去看牠 而不是我站在那邊 然後就是隨機看會看到什麼東西 所以了解越多 就可以看得到越多 這是做生物觀察一個重要的關鍵 好 那剛才講生物 我們要回到生態 生態來講的話 其實很重視就是說 或者是我們拉白在談關係之前 叫做環境 怎麼樣叫營造好的環境 對不對 因為我要有這些生物在這邊幸福快樂 你要提供的是條件給牠 而不是把牠抓來這邊 關起來一樣 對不對 那提供給牠什麼樣的條件 那其實就像剛才講到 親遞的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這樣 那親遞其實你可以把它當作就是說 我要在這邊生活的空間 大概是這樣子 好 但是我們再一講到空間 其實就常常會集中壓下去 所以當人家在講說 一些空間或氣地的條件的時候 請你要注意 你要問牠 你在講什麼尺度 怎麼說呢 當我說 請問一下 你的生活機能好不好 是什麼意思 有人會說 我這邊生活機能其實不錯 因為我距離結印站很近 是不是 那我也可以跟你講說 我的生活機能不錯 因為我的那個社區其實很安全 或者是我住在集合是住宅 所以有一些門法幫我做管理 是不是 那你也可以說 我生活機能來講的話 還是相當不錯 因為我家裡面的配置非常的好 對不對 這個有很好的裝潢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你沒有講清楚 是基同鴨講了有沒有 是不是 所以你的那個尺度 在談這些事情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你在哪個尺度 你沒講 你在講家裡面 還是講社區 還是講更大的範圍 或者比如說這個區域等等之類的 那還有就是說 有一些東西來講的話 我這邊稍微要說明一下 就是說有一些地方 它有比較高的價值 那這些高的價值來講 就不用說 舉例來講 這個基礎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講說 這個地方是都市地帶 這個叫做基礎 這基本上都是都市地帶 但是我們在這基礎裡面來講的話 都市區域裡面來講的話 那其實還有什麼 大埃斯林公園 是不是 它跟都市有點不太一樣 它就看是裡面的 我們講的 它就變成一個板塊 然後呢 有很多動物來來去去的地方 就叫做養大 所以這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構成我們所謂一個空間的了解 所以我們當然開始要去做分析的時候 我們就會講說 你這是什麼 那相對來講的話 如果在一個鄉村地區 田就是一個基礎 對不對 那個村子聚落就變成板塊 是不是 所以它這個東西會變 好 那所謂的好的環境 什麼叫做好的環境 那其實有基本上的一個 一個可以分析 或者是這樣子說 我可以跟你說 每個人對一個家裡的配置的需求 其實是不太一樣 對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喜歡的樣子 對不對 但是呢 它還是有一些標準來談 舉個例子來講的話 就是說 你喜歡什麼東西 我覺得不重要 但是一個家要住的舒服 你至少一定要有廁所 你一定要有臥室 你一定要有課題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你很豐富的來講的話 你可以有這個 課榜 你可以有視聽室 你可以有什麼 有運動的空間 但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不會說 我為了維持一個好的環境來講的話 所以呢 我有一百平的空間 我當然我可以做很好的配置 很好的規劃 只是你打掃會比較辛苦一點 對不對 但是我如果告訴你 吃幾瓶的空間 你也要有嬰兒法 你要有課法 到最後來講 它就變得視不下 所以呢 這空間不是 等樣去說它 而是怎麼樣 我們常常講說 有些東西可以說 有的東西不能說 說到小到某一個範圍的時候 它就失去功能 不用說舉個例子 這是台灣最大的麻煩 因為台灣就是地小 所以我們常常很多東西都要擠 但是擠到最後來講的話 就變得視不下 比如說一個空間 你要稱為叫做一個臥室 它至少要擺得下一張床 如果你的空間的大小 擺不下一張床 你不能稱為當叫做臥室 一間廁所 之所以能夠稱為廁所 要擺得下一個碼頭 是不是 你不能說 這個空間來講 想到一個碼頭擺不進去 它不叫廁所 但是大家聽起來有道理對不對 但是我們台灣都不是這樣子改的 我們台灣的都市計畫 一個區域裡面來講的話 又有高級住宅區 又有平家住宅區 對不對 然後又有商業區 又有工業區 又有住宅區對不對 然後在那種小小的地方 全部擠在一起 然後就變成四個項 所以我們台灣 我曾經有一次去也是有類似像這樣的分享的時候 我就開了一個玩笑 就說台灣沒有都市計畫賺價 我就這麼說了 然後剛好下面有一個都市計畫師 我不知道 他說你怎麼會這樣說呢 對不對 我們都是都市計畫 那後來我照應的頭皮跟他講了一句話 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台灣有一個好的都市計畫 對不對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都市計畫真的是很糟糕 那還有呢 台灣的那個棲地的多樣性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一個小小的水岸 在不同的位置作為不同的物種在起行 所以有時候你最怕看到就是那個水池 這樣子蹦下去 然後就這樣子 對不對 你看看 有各式各樣他就呆在不同位置 不管是動物或植物 有一些來講的話稍微浸到水 他喜歡這樣子 那有些來講的話要泡進水 但是他不要泡到水 那有一些就有點水圓一點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構成一個 我們就講嘛 你可以把它變成教室 但是你也可以有不同的配置 它的那個舒適度就是完全不溫暖 那在談七地的時候 大概也會有幾個基本的原則 這個稍微有點理論性 但是呢可能還是稍微說一下 它有一些基本的原則 第一個來講的話呢 按照一些調查就是你的七地面積越大 物種數就越多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台灣有點例外 台灣的那個七地面積雖然不大 但是我們的物種的那個比例 其實是相當的高 那台灣生物貿易大國 那講幾個故事給大家聽 那時候我在科目館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大英博館的學者到台灣來 他說要做蛇類的研究 好 那我就帶了他台灣繞兩圈 然後到處去抓蛇這樣子 那路上就跟他講說 什麼時候把你吹到台灣來 對不對 全世界那麼大 你跑到台灣來做蛇類的研究 他說好 那這個 他會問我說 台灣有幾種蛇 我說 我當然知道 就幾十種 我就這樣回答 然後他說 那我們英國幾種蛇 英國 它指的是英倫三島 英格蘭 蘇格蘭 艾爾蘭 還好蘇格蘭沒有獨立成功 要不然他們又少了幾種 對不對 那大英博館 這個所謂那個英倫三島 他幾種蛇 他跟我講六種還七種 我就說 貴國蛇挺少的 對不對 然後他沒笑 他就說 那你知道我們全歐洲幾種蛇 全歐洲 我說我不知道 他就說 你剛才嘴巴裡面講 那幾十種 所以他等於說 在台灣繞兩圈 等於在歐洲繞兩圈 是不是 所以他做蛇類的研究 他不知道你台灣哪裡做 他到哪裡做 對不對 我聽了我就說 所以台灣住起來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蛇那麼多 是不是 那一樣 我們如果要做生態旅遊 請問一下你會到哪裡去 或者這樣子講 你要去看海底世界 要浮潛 你會想到哪裡去 綠啦 不是 我說全世界 澳洲大寶礁對不對 首選對不對 好 澳洲大寶礁 澳洲大寶礁 這樣子講好了 應該要有幾種 應該要有幾種 才比較合理 那給個數量 大寶礁 一千 一千 有人想要往上拆嗎 有沒有人想要往上拆 不太敢法 對不對 兩千種 所以之前我們曾經請澳洲還是紐西蘭旅遊局的局長到台灣來 然後說台灣也沒有發展 生態旅遊的潛力 那時候我記得是二零到一幾年 那時候說要發展生態旅遊 他來這邊繞了兩圈以後 他說我不想跟你們講 講完了以後 那人都到你們台灣來 對不對 他也講說全世界只有一個地方 從熱帶玩到寒帶開車不要六個小時 對不對 你說肯定往山上走要不要開六個小時 不用 那你去看全世界有哪個地方可以這麼做得到 然後呢 他說我們一個營火蟲 就是可以幫我們賺大把的營資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們的營火蟲種類非常的多 大家知道台灣有東營嗎 東天的營火蟲 是不是 所以他後來看了一下就說 我實在是不太想跟你們講 好 因為你們的生態資源其實那麼小 但是擁有的生態資源其實非常豐富 好 這有一些理論的東西 我就把它跳過去了 還有要注意一下就是說 形狀其實也很重要 一個7T的形狀 簡單來講一樣 今天給你一個長條形的空間 給你100平 但是呢 基本上它那個很長 然後那個寬度很窄 好不好用 不好用啦 是不是 最好叫做方方正正有沒有 東也一樣 所以呢 這樣的空間最好的就是圓形 這些全部都是一樣的大小 對不對 但是它這裡面來講的話 你看圓形 中心的核心地帶來講的話 它有80% 外面來講的話只有20% 就是說有些比較怕人的物種來講的話呢 它可以利用的可能是這邊 但是如果說是做人這個樣子來講的話呢 它其實它一樣的寬度的退縮 但是它裡面可以利用只剩下30% 有70%是在外面 是不是 那這是變60%的40%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我如果要做個綠帶 我必須要把資源集中 對不對 但是台灣做最失敗的就是我們的綠帶 對不對 怎麼說 工業區綠化 要給你10%的空間做綠化 對不對 那大家怎麼做 就沿著場繞一圈 是不是 結果呢 所有的空間都很難被物種來利用 所以我們做很多的行道術來講的話 也都是錯的 行道術來講的話呢 大家都很喜歡怎麼樣 這個 比如說給你 道路兩邊 比如說 總共給你20公尺的綠帶 聽起來 蠻大的對不對 大家都會怎麼做 左右兩邊各10公尺 但是如果說你是麻雀 你只要3公尺就OK了對不對 但是你偏偏不是麻雀 而且麻雀也不是我們要照顧對象 我們可能照顧對象是台灣藍雀 它如果它要的綠帶空間是15公尺 兩邊各10公尺 它兩邊都過不去 是不是 所以呢 它裡面又告訴你一件事情 有很多資源必須要集中 集中才有辦法發揮效果 而不是做平均的分散 所以我寧可怎麼樣 一邊不要有綠帶 我一邊就是20公尺的綠帶 哇 那個很多動物就可以住進去住了 但是我們台灣你看到的是 全部都是一模一樣 這樣的一個均勻的一個情形 然後其實很多空間是浪費的 好 島嶼效應這個我就不說了 這最主要是談就是說 台灣為什麼它的那個特油種會特別的多 最主要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看出來 每個山頭在那個雲海裡面 看起來都是島嶼對不對 是不是 那每個山頭來講的話 因為以前來講的話是那個冰河時期 那冰河時期來講的話呢 過了以後溫度怎麼樣 開始往上升 那所以動物就往什麼山上走有沒有 因為山上它比較怎麼樣 比較冷對不對 所以它就下不去 那下不去 在這邊它們自動繁衍 所以久了以後 它們這邊的物種 就跟這邊的物種 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為什麼 特有種特別多的一個原因 那就是說 因為它被隔離開來 那生態來講的話呢 其實我們在談一些生態 破壞一些生態的原則 我們有時候不要太想說 哇那好理論 因為我覺得唯一不用學的就是生態學 因為你每一天都為了你的家庭而努力 增加你的家庭的福祉為目標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都是生態學大師 對不對 是不是 那只是我們常常用 我常常覺得很奇怪 大家可能會用很多的專有名詞來迷惑大家 舉例 七帝 那我剛才講了那麼多 什麼叫七帝 那 七帝 七帝 我們人的七帝 什麼是我們人的七帝 什麼是我們人的七帝 家嗎 好像不太不止喔 我們 我 用另外一個 比較熟悉的名詞來跟大家做解釋 叫做一日生活圈 在這一日生活圈 你每天會用到的環境 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做攸關你的幸福 大家同意嗎 對不對 所以什麼叫做七帝 我們來看這一張 這是教科書裡面告訴我們七帝切割 我的解釋就不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住的地方 我們不是很有錢住集合式住宅 這是老公上班的地方 這是公園 這是小朋友上學的地方 這個空間是我家裡面 成員每天都會用得到的地方 這就叫做我的七帝 大家了解嗎 今天如果有一條道路開發 這條道路會不會經過結合之住宅 絕對不會 誰經過誰是笨蛋 大家聽得懂嗎 對不對 那馬上還沒有做就舉白布條 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它會怎麼樣 好 這個廠房 反正工廠都移到中國去了 對不對 所以呢 就可以不用 這我們就可以被徵收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叫做什麼 七帝破壞 本來我可以用的地方不能用 是不是 好 那所以我可能就失業了 是不是 那會不會造成我的影響 會 是不是 七帝破壞 那這是要什麼 七帝劣化 這個本來傍晚的時候 帶著小朋友騎腳踏車 在這個公園裡面運動 是不是怎麼樣 很棒的一件事情對不對 一條大馬路過去了 結果怎麼樣 公園還在啊 但是齁 廢氣 噪音 你用起來就不舒服了 有沒有 所以我就不太用 公園還在 但是呢 你不太用 這叫做七帝劣化 那這個呢 是不是這樣 小朋友上學 很安全啊 是不是 但是現在有一條馬路 太過去了以後 那小朋友 過馬路我就很擔心了 所以我每天要提早半個小時 去做接受 會不會影響到我的生活品質 會 對不對 這叫做七帝劣化 其實生態學就是那麼一回事 其實有很多 你就用你自己的生活經驗 你就可以知道 人家跟你講這件事情是對還是錯 而不是 所以你可以很主觀地判斷 而不需要說太拘泥那些事業 好 這是講一些七帝連接的問題 等一下也會稍微提到 所以我就不太多說了 那另外來講的話 當然還有一些是農地 那農地裡面來講的話 該講人類擠 或者我們用另外一件事情來講的話 他其實不喜歡跟人類擠 是人類跟他擠 所以呢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遙遠 台灣的生活動態性很高 它很多地方來講 就代表它很多地方它特化 所以很多地方它沒有辦法過去 以台北為例 台北信義捷運縣剛剛通車對不對 大家都有做嘛 對不對 那有一個叫中藏公園站 大家知道嗎 信義捷運縣的延長 其實跟這件事情有一點關係 就是中藏公園是台北樹蛙的棋地 所以大家去中藏公園也可以看說 大家也講說台北樹蛙的富裕 對不對 台北樹蛙的棋地 好 之前碰到這個計畫 就有工程師把我說 我說我怎麼那麼倒楣會碰到台北樹蛙 我說我一點都不倒楣 欸它叫台北樹蛙 對不對 它不是叫台中樹蛙 不是叫你高雄樹蛙 它叫台北樹蛙 對不對 但是台北樹蛙很傷腦 其實台北盆地 已經沒有什麼台北樹蛙了 是不是 所以呢它在中藏公園在被什麼 狗言殘喘 那很多人問說 它為什麼不搬家 我說喔好傷腦筋 對不對 台北樹蛙 它就往上爬一點 對不對 它說好 這個地方我要用了 對不對 我要拿來做監獄戰 所以你不要用了對不對 你可以往山上走啊 對不對 它就往山上走對不對 走一走 它後來 嗯 好這地方不錯 一看 欸 怎麼有一個長得跟我很像 叫做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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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思樹蛙 對不對 墨思樹蛙來講 我平常住在這邊好好的餒 對不對 那你跑來跟我指 是不是 這樣子啊 我建議你還是繼續往上走 其實你在這邊你也搶不過我啊 因為我這邊我一直生活很愉快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搶得過我呢 是不是 它就繼續往上走對不對 他就碰到什麼 翡翠樹蛙 翡翠樹蛙就說 嗯 這個很傷好心對不對 好 但是我在這邊也活得好好的 對不對 所以你再繼續往上走啊 是不是 好 那它是怎麼樣 好冷喔 對不對 你今天 你就告 你今天好像就是 一個平地園住民 阿美族 你剛才講說 不要捕魚了好不好 你今天來講的話 你那個 讓我坐港口嘛 對不對 反正還有那麼多地方讓你去 是不是 結果他就往那個地方去 他就碰到什麼 泡到太陽族了對不對 再往上又碰到布隆族了對不對 是不是 任何地方我選在這邊住 都有覺得 我在這邊最有利的條件 你不能跟我想說 還有那麼多地方可以去 對不對 沒有那麼好的事情 所以 這也是變成說 台灣其實有很多的迷思 就是說 欸 好的東西在山上 其實未必 我們周邊就很多好東西 好 怎麼說 好 這是哪裡 關渡 還不是關渡 這是比較神秘的地方 就是那個張曉峰 以為老師跑去跪的那一塊地 好 叫做202品工廠 現在叫做國家生計園區 對不對 好 等一下會帶到這邊來 這個地方 這是哪裡 廣時 好 厲害 廣時 好 廣時當初開發 就調查到這個 貓頭鷹 是不是 已經叫笑 他說一樣 然後開發大會把我 我說 包圖鷹在這邊幹什麼 對 包圖鷹 那是廣時 廣時 廣時來講 哇 環境很好嗎 對不對 為什麼貓頭鷹會住在這裡 我說沒有 廣時環境沒有很好 他就跟那個張曉峰老師問我一樣 他就問我 他問我一個問題 就說 那你用冰王茶那個七弟 是不是很棒 我說沒有 他就 傻掉了 那我還跑去跪什麼呢 是不是 好 你問錯問題了 他棒不棒 七弟好不好 是一回事情 他重不重要是另外一件事情 今天來講話 那貓頭鷹出來這邊幹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寶寺 對不對 這個是 對不對 就是 那個全部都是人住的地方對不對 以前來講的話 這全部都是包圖鷹的家 現在來講的話 全部一個全部都蓋起來對不對 所以包圖鷹他沒有辦法住地方 是不是 所以他只能在這邊幾棵樹裡面 在那邊苟延殘船 所以你說他環境很好嗎 沒有 但是這是他最後的棄地 就跟剛剛講的中強公園一樣 不是中強公園多好 而是他已經沒地方去 所以在那邊怎麼樣 叫難民營了 那難民營的時候 他的環境好不好 不會好 但是他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是不是 台灣有很多的都市邊緣 他都是開發商 急著要去開發的地方 但是他偏偏是這個地方 最後很多物種在那邊欺騎狗簾殘船 最後的地方 所以我常常講說 為什麼這個你再讓我一點 其實不是讓我一點 沒有東西可以讓 對不對 這廣池這幾棵樹沒有 就代表貓頭鷹就從這個地方消失了 他是最後一塊地 對不對 這是廣池 那也有人問說 其實這個地方可以住嗎 是不是 好 對這隻貓頭鷹來講的話 他這個地方可以住嗎 很辛苦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地方有多住貓頭鷹啊 你跑來你要跟他騎喔 通常會住到這個地方 貓頭鷹來講的話 通常都是弱勢的 你聽懂意思嗎 老的笑的 是不是 欸 好的地方你說你要住 你今天來講說 欸這地方你不要住了 可以辦家他地方 叫我連社會讓你 不要這樣子講 不要這樣子講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是不是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嗎 沒有那麼好的事情 好 這個地方是廣池 這個地方是 2022冰賬場 你從地理上的區位 你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我說 這個地方來講 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邊的物種 全部過來了 所以我後來我們就 在那個環瓶過了以後 我們才去做 他才叫我們去做調查 因為當初環瓶有一些爭議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那些物種 因為有人說沒有啊 對不對 那這種都市地方 哪有可能那個聖態資源很豐富 然後有些人說 其實它聖態資源很豐富 所以我們後面就去做了調查 好 那我們有一小段的影片 給大家看 我們調查到什麼東西 這是剛才講說用刺動槍去拍的 好 這是在2022 對不對 這台必行 好 色香嗎 穿三甲 好 這裡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對不對 當然還有狗 狗也不少啊 對不對 你不能說 這很好玩 大家可以看出來 好像那個欄杆 狗過不去 其實大家記得那個畫面 就是狗 這個狗是一個比較大的麻煩 好 這是傳染家 好 這當然還有翠依舊也很漂亮 好 這湖東 其實也不是很常見 對不對 那還有 說什麼俱士團是去 我們才不相信 對不對 這是有沒有 一隻狗在咬成這樣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你看 從早 從 1點50人咬到3點 咬我下去 對不起 沒事 他就這樣等一下 就錯成一球 他就這樣打他 我說喔 那真的是 你看 那狗也是很不去不老 好 他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給你講 就是這樣子 好 好 好 那 旁邊大概有沒有聽到 有到車子的聲音 有沒有 旁邊就是大馬路 對不對 隔了一個圍牆進來 就有這些東西 那黑怪馬路比較常見 這台大校園就有了 這台灣南雀 對不對 好 這個穿三甲 所以後來為了保護穿三甲 所以我們要設那個南竿 那有狗過的過不去 有沒有 那個穿三甲過得去 你就知道那個南竿要怎麼設計 這個鳳頭昌鷹 這個是他抓了一隻松鼠在那邊吃的過程 稍微有點血腥啦 但是 但是就 對不對 他也下來找東西吃 你看老鷹的力量真的很大 對不對 一隻腳就抓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就是很皮的那個幼船 對不對 他就到處在 你看 他找東西吃 你看 鑽 蚯蚓啊 蝦蟲啊 那些東西 把它吃 所以你把水泥化了以後 他就化得很辛苦 對不對 你看 對不對 我們一直看他抓到那麼辛苦 我就想說 嗯 這個也是 這個 這是 那個穿三甲的寶寶 欸穿三甲 他怎麼 那寶寶他怎麼 怎麼帶 對不對 他哺乳類對不對 就這樣扒嘴嘛 對不對 超可愛的 對不對 這是那個大班鳩 或者講十舌鳩 欸 就在 南港欸 是不是 那所以你說 他環境好不好 不好 重不重要 重要 對不對 你可以看出來 但是相對來講 後面也可以知道 就是說 有很多的開發 你今天如果說 你是一個開發商 請問一下 在這個地方 你要開發哪裡 對不對 不開這裡 開玩笑 不用這裡 開玩笑 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 很多事情 當然感覺上就是說 為什麼開發 跟生態會產生衝突 原因是很簡單 這我們叫做 好肥的一塊地 有沒有 周邊全部都蓋起來 沒有可能去拆地方 不可能 對不對 但是拆公園 你不會覺得怎麼樣 對不對 但是相對來講 它可能 我們可能就把這個區域裡面 最後一塊保地 給怎麼樣 清除掉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生態保育那只是國家公園 那只能保護區的事情 沒有 你的周邊可能就有好東西 而且可能就是最後一塊地 謝謝 二零二瓶公圈 是不是 會有這些好東西 是因為巨事重力 請勿進入 只很可惜 動物都看不懂 所以都去進去了 是不是 只有人在外面 是不是 所以才保護人 一些東西 所以之前來開玩笑 我們的保育主管機關是 那個林務局的保育組 他上次他跟我講說 我們現在以前都在做生態保護 現在要做潛衫的保護 所以現在有一個名詞叫做李善長一 我想各位有些可以聽的 也有聽過這個名詞 但是總是來講的話 潛衫保護 請問一下要優先保護哪裡 然後我說優先保護 一個已經保護得還不錯了 但是希望他不要改變 就是巨事重地 對 大哥 但是我們現在 我最怕聽到叫做 巨事重地活化 對於這些動物來講的話 就是巨事重地死化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來講的話 很多很稀有的動植物都在哪裡 墳墓 所以我那時候曾經講說 墳墓的生態調查 是我們最新優先要做一範 因為那地方來講的話 人不太常去 這是我們調查到的一些東西 都是在2022兵務場那邊 這是那個軍事 那有一些做那個隧道啊 什麼之類的 這是剛才講射箱貓 對不對 射箱貓大概就是下一個十五 它的數量下降得非常的快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它不願意到聖山去 好 這是鳥睡覺之後 然後這場的綠修營說這一句 這是給大家看一下 這全部都是在那個2022兵務場裡面 你看那麼小的東西 就有那麼多的種類 是不是 就有那麼多的種類 對不對 各式非常的輕鬆 對不對 各式非常的輕鬆 對 對不對 螢火蟲 那邊也有螢火蟲 對不對 好 這就是那個白鼻心嘛 對不對 你看看出來對不對 這首 刺王 是不是 刺王啊 對啊 就是對不對 那它不會被割到嗎 不會 基本上看起來它應該是很熟悉的 哪些地方可以過 它應該是很清楚 OK 好 當然還有飛鼠 也有 2022兵務場 飛鼠也是 好 飛鼠飛 有時候就會被車子撞死 那所以後來在 什麼地方飛鼠也很多 中興興村 所以中興興村它 後面比較靠到虎山的那個地方 大家如果 你很想看飛鼠 中延院有飛鼠 但是你太容易看得到 因為它數量少 而且在那領域裡面 飛來飛去比較不容易碰得到 但是中興興村它的飛鼠 它喜歡過馬路 所以你知道這樣馬路上面它就這樣飛過去 這樣飛了 不好意思 OK好 那之前 之前這是我們做的調查 調查 有綠點啊 就是飛鼠會飛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 飛鼠其實它不是飛 它是滑翔 對不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發現 飛鼠沒辦法過來 原因是因為這三棵樹死掉了 太遠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要讓它過來 就這樣 這三棵樹 對不對 就可以達到效果 我要講這件事情 只是說 其實 我常常開玩笑 就是 台灣的物種沒有你想像中那麼脆弱 也不很難想像 202兵工廠 就是說 台北市那麼高度開發的地方 都還有這些物種在那邊 當然它活得不是很好 在那邊狗眼殘殘 但相對來講也代表怎麼樣 它沒那麼脆弱 所以這跟深山的跑路其實太一樣了 在我們這邊我們其實要做的是好的經營 你不太可能把人趕走 但是你也不應該把川山家給趕走 但是事實上來講 我們應該去找到就是說 大家都可以共擁共存的地方 或者是共擁共存的條件 而藉由他們在生活難民營 這麼刻苦的條件之下 你也會發現就是說 其實這條件不是很難找得到 只是你有沒有花一點點的心力去找他 你也沒有給他一點點 你要給他一點點 他其實都可以活得下去 這個拆拆甲比較漂亮的照顧 拆拆甲會怕輸到個人 好 媽婆也有照顧 這個是鬧問期定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太 我就先不講這個案子 那當然還有一些就是說 比如說為什麼山區道路 有時候我們會很不喜歡 對不對 那其中有一個部分來講 所以我們講生態影響 其實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腳步去試看 對不對 比如說這邊有 這是螢火蟲 是不是 好 車子一探過去 螢火蟲它發亮的原因是 因為它很漂亮 要難去看嗎 不是嘛 對不對 它是打了燈 對嘛 對不對 是情侶 對不對 是不是 突然來了一個煞風景 對不對 一個螢火蟲王這樣子過去 對不對 摩托拜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在黑暗的地方 那個燈光一照到 我們就說好缺德 有沒有 是不是 我們以前 我在科普蘭那職業的時候 剛剛我們那個職業班 那時候警衛就很合理 對不對 有時候就是看 因為科普蘭晚上都很暗 他就很多情侶就在那邊 太故意拿到燈照人家 有沒有說 哇 這實在有過缺德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就可以知道有多缺德了 是不是 還有呢 比如說還有一些事 處於外來種領路的問題 好 那 外來種的問題其實還蠻大的 我們有時候想要講說 欸 不是生物動態性越高越好嗎 為什麼我們不要去用外來種 原因是很簡單就是說 雖然生物動態性越高是越好 但是如果說它是來搞破壞的 我們就不太希望它進來 簡單來講就是一個社區 欸 社區裡面來講的話 欸 也不錯 多元社區突然來一個日本人 來一個大國人 你會覺得很好對不對 是不是 欸 增加多元的社會對不對 那你的社區也多了一點樂趣 那OK 但是如果進來的不是 進來是流氓 對不對 進來是在開賭場的 那就是一個夢獵的東西 所以在外來種的引入 我們有時候要特別的小心 並不是說它一定會找麻煩 通常不會 我引入它 我通常是對我有好處 我才會引入它 但是我最怕的是它失控 失控來講的話 我們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尤其是那種名字都很長壽的那些 就很麻煩對不對 福壽羅 福壽語 對不對 那些東西來講都不太容易死的 對不對 當然它相對來講 它就會做一些排擠的效應 然後我們台灣很多物種 反而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消失 所以我們就要很謹慎 尤其有一些東西進來 我們就要很擔心 尤其我們的社會狀況性這麼的高 所以它有時候它進來的話 欸 那破壞完了以後 那其實會造成很大的一個衝擊 對不對 比如要小花板子來負責紅窩魚 對不對 就這樣子進來 那每年都造成我們大經濟上面的水 還有一些影響來講的話 這也是我們常常在談一些影響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些 雞同鴨獎的一個現象 比如說之前有問我說 有一條道路它對於生態的影響怎麼樣 我說其實這條道路對生態的影響來講的話 是有限的 欸 有限環保團體聽了就不太高興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因為旁邊還有一條路 那個舊路來講的話 其實那時候也沒有什麼生態方案 說玉山挖山 玉谷填谷 所以那個對生態影響來比較大 那後面的工程來講的話 就比較先進 所以基本上它用了一些橋 用一些隧道去避免它起敵的破壞 所以基本上這個工程來講的話 對生態的影響來講的話是比較小的 然後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路就可以拆了 是嗎 兩回事情 你跟我談這件工程 我跟你談這件工程 但是一條路之所以要成為路 不是它只要成為路 躺在那邊就算了 它還有後面的目的 它要變成工業區 它要變成住宅區 那一條路你不會進到森林裡面就停掉了 是不是 它其實它代表後面的開發 是不是 所以我們有時候常常聽到環評的審查裡面 我常常覺得說 大家都在雞同鴨講 意思是說這條路不好 這條路不好 不是這條路不好 而是這條路所帶來的效應 是這個環境無法承受的 舉個例子 蘇花 蘇花糕 對不對 很多人說蘇花糕對生態影響是比較低的 因為為什麼 它在怎麼樣 它比不上蘇花公爐有沒有 蘇花公爐那影響更大是不是 但問題是什麼 問題我不是跟你談工程影響 我要跟你談的是 那麼多的人車跑到花蓮去 請問一下花蓮怎麼消化 而且那麼短的時間過去了以後 它是不是有更多不太容易去到的地方 變得很容易去到 所以那個地方是生態破壞 可能是在更難的地方 而不是在那個公路上面 所以我們常常疏忽的叫做衍生影響 衍生影響有時候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比這個計畫的本身還來得大 所以有時候大家要特別注意說 我們常常希望說 我們講話是講精準一點 那這次相對來講的話 就是做很多計畫 其實相對來講 台灣的霧種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脆弱 你給它一點它就可以活得下去 尤其是一些潛山的 但我們常常一點都可以給 這是國外的 海水 誰做的這個樣子 這是國內的 桃米坑 你海水你為什麼一定要做成 那個三面光的那種對不對 你做成這個樣子 這邊就有四種防御類 旁邊就是馬路 沒有什麼了不起 大家懂意思嗎 我們常常講說我們有時候 要一個東西實在要的太徹底了 一點都不給人家 這是很 我常常覺得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像這魚翁對不對 牠鳥就停在這裡 牠要的不多 是不是 這個就是那個中長公園的 台北樹瓜最後的起點 當初啦 現在當然有比較好 因為有做一些故意 對不對 這條排水溝 因為謝謝當初設計不良 因為工程師排水排不出去 所以這邊就會積水 然後台北樹阿就在這邊板子 是不是 我要的不多啦 是不是 所以這 大家當笑話 台北樹阿可能笑不出來 所以在我們在談很多的配置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些原則就是要注意的 這不是只給步道 其實這很簡單來講是空間的使用 就是我今天我要用的空間 不管你是要做步道 或者是你要做這個 住宅區 或者甚至你要做公園 你要等等之類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 我常講說 聖代規劃跟所謂的景觀規劃 或者是 都市規劃 差在什麼地方 差在都市計畫的人 常常把這個環境當作一張白紙 所以他在這邊可以畫房子 畫什麼 你可以看 畫得飄飄亮亮的 對不對 然後就是什麼 這邊長什麼 這邊長什麼 連這個樹都可以長得出來 對不對 這叫做都市計畫 我們常常看到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就是 所以他第一件事情要怎麼做 整地 對不對 然後開始按照他想像中的那個美感 去做這件事情 聖代規劃做的是什麼事情 聖代規劃其實基本的原則很簡單 你不是把這個地方當作一張白紙 它本來就是一幅畫 所以呢 你要想辦法的是 把那畫的好的地方要留下來 你只能夠把畫的不好的地方 擦掉重畫 所以你要符合那個畫的調性 你不能說這是一個山水畫 我今天來講的話 旁邊那個怎麼樣 明明是那個 那個 中國畫 然後後面畫個什麼 西洋畫的 對不對 就格格不入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聖代規劃其實很重視叫做捨 捨的功夫 而不是德的功夫 但是我們都喜歡貪多 就塞塞塞很多東西 然後塞得滿滿的 對不對 一棵大樹都不留 對不對 所以聖代規劃是把好的東西留下來 然後不好的東西去做調整 但是 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我不曉得 就 我常常講說好可惜 我們每次抹平掉的東西 都是最棒的東西 為什麼這樣講 抹掉的東西 最有價值的東西是什麼 時間感 你砍掉一棵大樹 這個小樹就要從小開始長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那個東西來講的話 是不能夠說 我反悔的 但是你一個橋 你做不好 你可以拆掉 房子做不好 你還是可以拆掉 地堡也可以拆 為什麼不能拆 對不對 它可以拆掉 如果說你真的覺得它有些問題 但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是 有些東西 你拆掉了 你沒辦法復原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 常常講說 為什麼要保留一些東西 其實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 我要做規劃 甚至來講的話 在我們家裡面要做配置 那其實有些基本的原則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就可以看說 是不是有照這樣的方式來做 第一個來講的話 稀有跟重要的空間優先迴避 這是講理論的東西 實際上面是怎麼樣 什麼叫做稀有 就是這個空間裡面只有這個東西 它就變成叫做稀有 家裡面有三間廁所 突然有這個朋友來借宿一下 所以貼了很多的行李進來對不對 那你要有一個暫時置物的空間 三間廁所我再拿一間廁所來當臨時的倉庫 OK啊 是不是 但是如果說你只有一間廁所 你怎麼樣都不會讓它 那間廁所變成倉庫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空間來講的話也不是說 欸我今天要在什麼地方買什麼東西 就OK喔 不是 你今天來講的話 越稀有的空間 你應該要優先把它標出來 把它留下來 比如說2025廟 比如說大岸森林公園 它在我們都市地帶就叫做稀有 是不是 所以任何計畫來講的話 都不應該影響到它的發展 因為它無可取代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那另外一個叫做重要 什麼叫做重要基地 重要空間 每個空間來講的話 它的意義性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 我很喜歡舉廁所 因為其實廁所每天大家都要留 那一個家裡面重要的空間 對不對 是什麼 廁所 是這個 臥室 是客廳 所以呢 你今天來講的話 如果說我的空間很大 剛才有講過對不對 空間很大 我今天我可以犧牲掉什麼 我可以擺那個客法 我可以擺很多東西 但是當我空間不夠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 不是全部一起說 而是有些空間我就丟掉 比如說客房先扔掉 倡庫先扔掉 然後更衣室先扔掉 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其實是要按照它的重要性去談 它怎麼樣的配置 但是這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常常講的 我們都很少 我們就是全部都把它抹掉重來 這是有點可惜 然後再下來就是多功能配置 比單調的配置好 我們希望做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它是比較有多種功能的 還是回到剛才提到的就是 像我們這教室 只有一種功能就是上課 其實有點可惜 因為大家不上課 這些空間是沒有用的 但是如果說你像一個家裡 配置來講的話 就不太一樣 你可以在這邊吃飯 在這邊睡覺 在這邊 你就可以怎麼樣 在這邊可以得到很多的時間 然後因為它可以提供各式各樣的功能 所以你當然就會比較舒服 所以多功能的配置是比單調的配置好 但是我們都很喜歡做單調的配置 光看我們種的樹就知道 對不對 一台樹全部都一樣 是不是 但事實上你可以做一些多樣化的東西 雖然越多元越好 但是每個單位 單元都要達到最基本條件的品質 就是我剛才講到 一個不是說去一起去縮它 一個廁所要擺得下馬桶 一個臥室要擺得下一張蟲 麻雀雖小無障俱全 但是麻雀如果縮小縮到像那個甲蟲那麼小的話 它就不會是一隻鳥 意思就是這樣子 還有如果說你是一個新的攝司 要特別重視救助民的反應 這個其實簡單來講 我們以人來看的話 比如說像什麼文靈院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就是沒有重視救助民的反應 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也常常就是說 這個做很多的開發或做很多的工程 你都要怎麼樣 民眾參與對不對 要找很多的民眾來提供一些意見 然後來大家 我希望你做的是我要的東西 而不是做你認為我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的民眾參與 為什麼越來越多 原因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後來發現 其實讓別人去規劃我們的生活 讓別人去說 我們就是這個樣子就是你要的東西 其實我們的選擇權就被剝奪掉了 所以這種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我應該要參與進去 我要把我的需求跟你講 而不是你硬把你的 你認為對我好東西強加在我的身上 然後還有剛才提到的就是 藍綠帶的金鐘其實比零最好 就剛才講的綠帶 20公尺的綠帶你可以做好多事情 但是把它變成兩個10公尺的綠帶 你能夠做的事情就比較少了 最慘的是 但是你中間還有中間 中間還分出一個綠帶做三公尺 是不是 哇 那你整個資料就是零零碎碎 這樣子 所以以後大家不要說 所以人家說 我要整個一個綠帶 務必請告訴他 綠帶要集中 而不是把分散變成一排數繞一圈 再下來就是要注意破空效應跟衍生效應 剛才有提到 破空效應來講的話 其實就剛才講到的 舉例來講的話 有一些地方它突然變成一個空間出來 那有很多的物種就會進去 那這物種進去來講的話 有些就是變成不是當地的注目 它其實就會造成一些麻煩 就會造成一些麻煩 它會利用這個空間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比如說大花行風草啊什麼 或者是一些小花曼車燃等之類 它都會怎麼樣 你先營造出一個 這邊物種比較不熟悉的空間 然後它們就會進步進去 然後就是它們就會漫移開 那我們有時候講到這東西 我常常講說 其實真的挺麻煩 因為很多外種 對我們都造成很重大的損失 對不對 所以什麼福索羅福索瑜啊 對不對 小花曼車燃等等之類的 那依照我們的經驗 剛才有講 在台灣要活得下去 沒有兩把刷子都不行 對不對 因為台灣颱風多地震多 對不對 能夠活下來都很不了解 它會讓我們的物種在內 所以你覺得我們的物種會不會害人 會 我們的物種也造成別人很大的麻煩 大家知道嗎 最大的麻煩是什麼 美國 美國首當其衝 美國被台灣害羞 為什麼 因為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看到 國家幣的頻道 還是Discovery有一集介紹美國的白衣 他介紹美國的白衣 就是他拍一個房子 漂漂亮亮的 然後就不能游 因為被白衣炷光了 這樣子 那一年造成美國十億美元的損失 一年 然後他們就拍那個白衣多厲害 那我們就知道 全世界的物種都有那個拉丁文 所有物種就是有兩個拉丁文組成 所以那個我們講學名 這是全世界同用 對不對 那這個學名就可以去查 他是他的那個身分這樣子 那我後來就說 哇這白衣好厲害 是什麼白衣 我看那個拉丁文的後面那個名字 是Phomosa 但是各位 Phomosa其實是小島的意思 是不是 其實以前有很多地方都叫Phomosa 不是只有這個美麗的小島 對不對 對不對 有很多美麗的小島 我開 看產地 台灣 那是什麼意思 早晨日美軍在台灣嗎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他們在台灣駐軍 然後要回美國的時候 他就會用我們的木材去盯那個行李架 然後到了美國去了以後 他們就把那個行李拿走 然後木材就劈到那個港邊 那裡面就有白衣的卵 然後呢 那白衣說 我們美國叫做新大陸對不對 天堂樂園 那白衣說沒有錯沒有錯 確實是這樣子 那邊沒有天頂 之後造成人家很多的麻煩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不是說 我們只是講說 嘿這個東西 就是說其實在做這些事情 我們都要特別的小心就這樣子 好 還有就是時間是最寶貴的資源 欸對不起 還有多少時間 大概30分鐘 還30分鐘 好 對時間是最寶貴的資源 OK 好 那 那 繼續談下去 所以我們再談一個空間 欸 尤其是比較大範圍 我要注意什麼事情 對不對 我怎麼樣去看待一個空間 我要注意什麼事情 第一個來講的話 土 土是除了土壤以外 你要看它透水不透水 以外 那你要看它就是說 欸 它的位置 空間大小 剛剛也有跟大家講過對不對 它在這整個大範圍裡面來講的話 它是扮演機質 還是扮演那個斑塊 還是扮演讓道 這東西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裡面可以知道 欸 它的那個重要性跟觀念性對不對 還有就是木 木是什麼意思 上面長什麼植物 哪些地方長植物 欸 這些地方就是你值得去關心的地方 好 因為 嗯 嗯 建築物基本上 只有人類這個物種才有的 其他的物種都是利用植物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欸 這個長植物 就是 其實你可以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在做資源盤點的時候 就是 欸 這是空間 然後呢 植物有哪些區域 這個地方是什麼植物 然後接下來講 水 水從哪裡來 可以到哪裡去 你掌握這個原子 把它畫出來的時候 欸 它又變成是 一幅 有基本上面來講的話 有環境概念的圖 然後呢 你要做什麼 或不要做什麼 在這上面加加淺淺 就 比較不會出問題 而不是 我們現在講 對不對 台北現在就是 又想把柳工菌打開 有沒有 是不是 好不容易把它蓋起來 現在又把它打開來 你看 一來一去 請問一下花了多少錢 天價 大家懂的意思嗎 是不是 很後悔吧 對不對 對不對 當初就為了停車場 對不對 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 又回到剛才講的 經濟跟生態 其實有時候來講的話 它是不經濟的 當時看起來可能OK 但是就長遠來看的話 它其實是滑不來的 再下來講時間 我們對時間的規劃來講的話 也是很有問題的 比如說 我常常開玩笑 就是說 很多地方都要開路 對不對 開路 然後就跟你講說 好 這個 就會增加這個交通運輸 但是有很多的路 它的目的來講的話 不是快就是好 我強烈推薦大家可以看一部電影 叫做卡通片 那個卡通片 就是車子 卡通片 大家去看一下 它裡面就提到一個小鎮的那個 沒落 有沒有 因為旁邊開了一條大路 所以那個小鎮 就沒有人車經過 所以它就沒落下來了 對不對 我一聽到這個東西 我就突然 老心裡面想到一個地方 平林 對不對 那個以前來講的話 對不對 92800 你都要在平林至少買個茶葉蛋 是不是 那現在怎麼樣 誰下平林 大家聽得懂 意思嗎 所以 在很多的東西來講 我們 其實從工業社會來講 我們只想很多事情 就是快快快快 但是快到最後我們已經忘記 在快什麼東西了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回到交通運輸的目的 是把人和貨快速安全的送達目的 而不是車輛 我們現在全部都給車 對不對 然後到那個地方開始找停車位 是不是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而且如果說我們要做休閒產業 其實要慢才有錢賺 什麼意思 好 這樣子講好了 台灣 去除因為路客的影響 那種很畸形化的日月潭的阿里山的人潮以外 傳統我們的旅遊 在郊外旅遊 人次最多的請問是哪裡 比如說我現在不要講日月潭跟阿里山 奇怪 哪裡 啊 正確答案 對不對 誰沒去過陽明山請去找 有些人沒去過日月潭 我相信 是不是 大家都去過陽明山對不對 好 請問一下 有在陽明山上面花錢的請去找 還不錯 還有一位兩位三位 請問一下 在那邊 泡湯 吃東西對不對 吃東西 買一點飲料對不對 也沒有花很多錢 那周邊 陽明山大一點的周邊 就是有沒有一些休閒的 那是專程過去 去那個休閒農場等等之類的 對不對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只是去晃一晃 比如說去晴天剛走一走 你不一定要在那邊花錢 大家懂我意思嗎 是不是 所以陽明山變成遊客人是最多 經濟效益最低的 一個區塊 我想很多人都同意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不必要在那地方消費 所以我基本上 我在那邊看看賞花賞完了以後 我就下去住 我就下去吃 對不對 我未必會在那邊放 所以在那邊留下的大部分都是熱社 或者不是錢 是不是 所以在國外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台灣有一個發展 是很奇怪的發展 叫做觀光倍增計畫 這本來這是對的 觀光廠業倍增計畫 但是多了一個字就完全不對了 叫做觀光客倍增計畫 人次並不代表錢來 是不是 所以在國外告訴你 你要發展旅遊 不是只看人次而已 還有一個指標非常重要 是平均你可以把一個人留在這邊留多久 你要留到他可以在那邊吃一頓飯 他才會把錢丟出來 最好是你能夠把他留在這邊過一萬 對不對 那就住宿的錢流出來 但是這都是小錢 大錢是什麼 買紀念品 買紀念品有一個重要的特性 請問一下各位有在台灣買過紀念品嗎 有吧 有吧 有些人有 有些人沒有 對不對 那買紀念品的理由是有紀念性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在這邊停留只有一個小時 請問一下有什麼好紀念的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嗎 你要有紀念性 我必須要在這邊有體驗 我才買那個紀念品啊 對不對 結果現在都不是啊 對不對 還有就是我們的很多紀念品也很失敗 之前有很多地方跟我講說 為什麼我的紀念品買不掉 因為我說你的紀念品都沒有紀念性 因為你到很多的休閒農場 他都會給你賣陶底 你會發現每個地方都有這個陶底 對 然後現在每個地方都有太陽比 就注定太陽比要倒掉了 大家聽得懂你是嗎 所以很多的事情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常常沒有弄清楚它的那個根源 是不是 所以呢摩洛哥很有趣 它有一個很經典的一個案子就是 它是一個旅遊聖地 好 所以呢 它就是為了吸引更多的人潮 那因為以前去很不方便 所以去要一天 出來要一天 請問一下你會用假日去嗎 不會嘛 禮拜六日是俊俊 禮拜天出來 對不對 我才沒那麼笨呢 對不對 所以都用台價 所以呢 禮拜一到天基本上是很均勻的 好 然後呢 突然他們說要發展旅遊 所以就開了一條康莊大道 對不對 開進去只要兩個小時 好 就開始改變了 第二個改變是 禮拜一到五沒有人要去 我開車兩個小時就可以到 請問一下我要排價嗎 我當時排更怎麼樣 更難去的地方啦 是不是 所以那地方來講的話 就變成禮拜六日就一大堆 然後那條路就變停車場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等到那個什麼 那個平日來講的話 就沒有人 對不對 所以那個地方 只要碰到那個假日的時候 就大八番 然後那個品質也下降 然後那餐廳來講的話 也沒辦法提供那麼多人 對不對 所以呢其實一下子又飽和 所以很多人在那邊找東西 就找不到東西吃 對不對 這就讓我想到一個景象 台灣的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叫做萬人永渡 日月台灣人永渡是我認為最失敗的旅遊產業 你可以想像中一個畫面 一萬個人要下水 連水溫都上升了 是不是 好 那所有的廁所都不用 不夠用 請問一下你在哪裡上廁所 想得出來吧 是不是 好 然後呢 魚灌而下 然後上去以後 連7-11都進不去 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做一件事情 趕快逃 對不對 開車就走了 是不是 請問一下你留下什麼 你能留下什麼 所以我們 我常常百思不得及解 就是說 我們的很多的政策 很多的腦袋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很多都是很表面的去增加一些 我們以為的效率 但是事實上看來都不是例子 有一些產業慢才有錢賺 慢才能讓人家覺得說 所以後來回到剛才講 摩洛克那條路 後來是怎麼解決 拆掉 拆掉 答對了 開玩笑對不對 我這個馬上 他們一算 那個產值馬上往下降 總產值啊 對不對 不換法爾換不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南莊 就這樣子 禮拜一到五 我各位 你也找不到遲 為什麼 因為電路關了 大家懂得意思嗎 連電路做不下去 那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對不對 不換法爾換不均 所以要看一個旅遊地 要看禮拜一到五 入房率是怎麼樣 而不看禮拜六 那才是很重要的很關鍵 那要看怎麼辦 那條路拆完以後 他還有做一件事情 在那個路的前後 他就是設了兩個直升機的停車場 你大也有錢 非直升機 節省的時間 用錢來換也可以 那個後面的做法是這個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設計來講的話 我們希望說這個設計來講的話 有前瞻性 這也是我們有時候常常會跟工程師裡面去談的 他們很喜歡做水泥的東西 那我就形容來講說 其實你要去做直摘 那他們就是直摘其實強度比較弱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直摘強度雖然是比較弱 但是它是不是逐漸的長 所以它是越來越強 大家懂我意思嗎 水泥它一定是越來越弱 是不是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從時間裡面來看 你應該可以知道 做哪件事情其實是對的 但是我們都很談塑效 台灣實在太常談塑效 但是我們就被這個塑效害長 我們很多事情都可以看到 我們完全沒有前瞻性的揮報 就是走到哪裡碰到哪裡 走到哪裡碰到哪裡 就這樣子 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有時候我常常講說 一個前瞻性的揮報就像靈音大道 對不對 如果各位去關渡自然公園 然後如果有帶導人 他會帶你去看有兩棵樹 兩棵樹有一棵比另外一棵 是同樣的樹 但其中有一棵比另外一棵高 那他就會問你說 哪一棵樹先中 對不對 每個人問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代表裡面有鬼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答案確實也是如此 那個低的是先種的 後的是那個慢種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插 先種的 種來就是大蒙 就是大樹 對不對 大樹種下去了以後 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就不太容易再繼續長 我們常常講嘛 就是一個人來講的話 我講水土不服 講的是大人 小朋友哪有什麼水土不服的事情 大家聽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越大的樹要移植 它的存活率是越低 對不對 但是我們 所以我們常常就講 我光看那些樹 我就可以知道 它移一定死 是不是 但是你要移它 你就要花大把銀子 花大把銀子去移 還不一定會活 那你請問一下 你也不要花那個錢 所以台灣現在的很多樹木移植 都是移假的 第一種就是 隨便移 反正你也不會活 一個是花大錢 移它 也未必會花 但是你的錢就是這樣子花 這是有點遺憾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後來那個地方是這樣子 那大樹種下去了以後 它就一直維持這樣子 它只是沒死而已 那小苗呢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四生四地 對不對 所以它就長 沒留多久它就贏過它了 在台灣你看我們的很多行道樹 對不對 颱風一吹過去 倒一片 請問一下 你到山頂區走 有沒有颱風一過去 全部倒一片 很少 除非碰到那個滑落啊 等等之類 對不對 是不是 那差在哪裡 你去看 對 你看那個我們很多山區裡面 哇 有些地方看起來好陡 有沒有 就一棵樹把它石頭包起來 有沒有拿過這樣子的 那個根對不對 請問一下 那個才是它能夠 站在那裡的很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說 一個植物在這邊長多高 它會依照它的環境 這個地方有風險 所以它根下兩尺 上面只長一尺 對不對 好 那所以看很多地方風吹很大 你看 它就是樹就長得矮矮的 那一翻過那個林線 就是背風對不對 它又長得很高 是不是 這就是我們講四生四性 所以 但是台灣的行道樹都不是啊 對不對 我們就是種就是大樹 所以呢 風吹來以後 然後就再換一批 還是大樹 然後風再吹過來再換一批 所以我們常常看人家說 這叫做永續工程 對不對 所以永遠都種不完 對不對 反正風來了就是要去換新 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呢 現在很多就是說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前瞻性的規劃 其實真的不要貪快 有很多事情來講的話 前面起頭雖然比較辛苦 但是呢 後面就會收很多的成效 而不是說 很多東西都只談那個塑效的問題 好 後面兩個是不要給課程師 我就去談了 這是我一個同事寄給我 然後他說 他是做水土保持的一個專家 然後他到德國去念博士 然後他跟他德國的指導教授回到台灣 然後他在介紹台灣的時候 他就看到了一個我們台灣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叫做幫樹剃頭作業 然後那個樹就在削 他很震驚 他就說 他們在幹什麼 他說 喔 那個樹擋到招牌 擋到電線說要把門鋸掉 所以他就把這個照片寄過來 這是一個提到標誌 然後上面是一棵樹 下面寫3.5公尺 他就告訴你就說 這棵樹3.5公尺以上的車輛 經過的時候會影響到這棵樹的生長 所以不准進入 好 對他們而言 他們講了 他講了一句話 我們覺得我們真的是 要覺得很開眼 他講說 你們台灣 你們樹隨便種隨便長 所以你們都一點都不珍惜 我們德國比較人 那個地方比較人 那個樹要長大很輕鬆 對不對 所以呢 怎麼樣大家都很珍惜 是不是 但是到最後人家有這樣的大樹 我們的樹永遠都維持那個高度 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台北的位置 它絕對可以做得比新加坡漂亮得多 因為我們還有很棒的種源 新加坡是見縫差數 是不是 但是我們有那麼 我們是盆地 周圍都還是山區 你其實好好做的話 其實台北很容易變成所謂的生態城市 但是我們就是這樣子浪費我們自己手邊的自由 所以呢 我們在談一些事情來講 就是說 前三季的思考很重要 那如果說做一個東西來講的話 你也不要想說它永遠不會壞 所以呢 你要知道 我做這樣的考量 請問一下多久才有功能 那你要用多久 還有更重要的是 不用以後多久才會恢復 你不要想說我做這個東西是萬年不壞 沒有這種事情 我們現在台灣 一個面臨到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林道 當初我們不是要砍樹 拿去賣嗎 不是做很多的林道嗎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林道現在還砍不砍樹 三老鼠還砍 對不對 但是正式的不砍 對不對 但是你的林道維持在那個地方 就順便演員 三老鼠還用 對不對 所以之前來講的話 台灣有一百多處的領導 那現在開始要採用說 有一些要把它廢除 廢除 廢除 請問一下 能廢嗎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或者是有些廢了以後 他也沒辦法還給大致 他要經過一些特別的處理 大家想想看 一個人不是林道說 那我不去維護他就算了 他那個排水會塞住 所以水就從不開出去的地方出去 就會造成整個下面過的崩塌 所以有時候 我常常講說 有一些山區道路 它就有點像是一個山口 那山口如果小的話 它會自己癒合 那山口如果大的話 它會潰大 這是一些這樣一個情形 那物質跟能量其實談的就是節省跟節約 這沒有什麼好講的 最後 本來想講大評別 但是大概是沒有時間 最後我想 我們有很多的概念來講話 其實我們開始慢慢在做調整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對不對 大家都聽過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 有兩種說法 一個叫做減量 一個叫做調試 什麼叫減量調試 本來在二氧化碳減量 就是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叫減量 調試意思是說 二氧化碳增加的時候 它會做一些環境的變遷 所以我應該要做什麼樣的調整 但是台灣來講的話很遺憾 大部分都在做減量 而不做調試 以舉例來講的話 我們有很多的思維 開始真的要好好重新的檢討 以我們水利工程為例 我們做提法 我昨天在那個水規所演講 對他們比較心靜的工程師去談 我就故意挑戰他們 我就說提法不是水利工程 哇 提法不是水利工程 是不是 提法不是水利工程 我說做提法 水本來會這樣子流的 你把它這樣子 對不對 不讓它流過去 對不對 所以才要做提法 是不是 所以對水不利有沒有 是不是 好 然後呢 本來我可以很親近水的 我可以去利用水的 對不對 有的提法就擋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你就不太容易過去 所以怎麼樣 你也不去利用水 所以既對水不利也不利用水 怎麼會叫水利工程 那應該叫什麼工程 土地開發工程 為什麼 因為它是與和真地 有沒有 真地完了以後 它就變成什麼 建築物 以前有水煎過的時候 你就種菜 有的地方 你就覺得種菜很可惜 就蓋建築物 要不然你拿來 那麼多水來地牌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水來地牌做出來以後 常常上面住的都是什麼 都是什麼 瑪莉亞 對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它的效益是很低的 有沒有 怎麼會知道 平常住的是瑪莉亞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是不是 好 問題來了 這樣還不夠 它會覺得 這個提法看起來不堅固 對不對 所以呢 有錢有勢 所以又在價高 是不是 所以這樣的一個循環 其實是很 我覺得是很糟糕的 的一個循環 所以 所以有很多 開始都在談就是說 欸 那提法就怎麼樣 越來越做越高 越做越高 好 那本來是要淹 這邊的 因為你做高了 它就淹另外一邊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一邊來講的話 也跟著做高 它就往下面淹 好 那下面也一起做高 然後就到大海裡面去 現在大家要現水 水是資源 當然我們只做排水工程的機關 對不對 水不是講資源 你把它當惡社 拼命辦法把它想 把它彈掉 把它現在來講 就是變這個樣子 是不是 所以這部分來講就是說 我們常常去談 怎麼樣去減少一個災難的發生 但是事實上 到了現在來講的話 已經開始去做轉變 災難一定會發生 而我們要怎麼樣去應付 所以呢 在荷蘭 跟漁海征定 真的上百年 可能破百年 對不對 他們現在在做環帝漁海 他們是笨蛋 他們真正的用意是什麼 因為對於環境的重視跟尊重 也少了 荷蘭人是非常重視 那個對不對 所有的銀行的發源地 就是荷蘭 對不對 他們那個經濟是算得最精準的 對不對 但是他們怎麼算 它很簡單 因應全球豈有變遷 不應該再蓋蹄房 為什麼呢 因為蹄房要漲高 不是只漲這一邊 要漲全部要一起漲 對不對 那全部一起漲 那要花很多的錢 對不對 那漲完蹄房了以後 然後就讓大家以為安全 所以就會投資更多 對不對 投資更多 那就有越多的政客要求蓋得更高 那我請問一下 那每個蹄房都要無油為股 而且蹄房做越多風險越大 因為蹄房只要破一處 因為你蓋10公里的蹄房 破一個地方就是破了 20公里的蹄房破了就是破了 是不是 你不會跟我講說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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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越長你的風險就越大 是簡單來講 那所以呢 他們就發現 欸不要 我要還地與海 我告訴你 一直提醒人民 欸我要還地與海 所以不要再投資了 有沒有 盡量 告訴你地方絕對不會漲 好 希望也不會再加場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地方就怎麼樣 欸大家就不會再錯誤的地方 投資 好 美國卡瑞娜巨峰做了檢討報告 為什麼造成如此重大的損失 有沒有 卡瑞娜巨峰大家也知道嗎 美國那個百年一遇的那個 對不對 造成很大的損失 他們那個 他們的蹄房比較不一樣 他們的蹄房是陸軍公民團做的 美國陸軍公民團 所以軍方做的 然後他們有一個檢討報告 他就不敢 叫做因為蹄房做得太盡無路 造成重大損失 什麼邏輯對不對 因為他後來去調查的時候發現 造成重大損失都在新城區 舊城區都沒有什麼事情 好 為什麼有新城區舊城區 原因是以前蹄房破破爛爛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有一些地方住 你會住比較高的地方 那叫做舊城區 現在做了一個很堅固的蹄房了以後 覺得那些以前會淹水的地方 都不會淹人有沒有 所以大家放心 所以最大的投資都投資在新城區 當蹄房破掉的時候 舊城區就完蛋了 造成重大損失 所以他說 如果蹄房不要做那麼大堅固 我可能就不會造成這麼大的損失 尤其是因應全球激動變遷 災難一定會發生的情況之下 怎麼可以讓人家有錯誤的期待 也就是說他們後來就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說 讓人誤以為安全是最危險的 所以有一本書我強烈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叫做《馬路學》 那個有換成中國的綜藝本 因為它顛覆很多我們過去的思維 包括政策 比如說舉個例子 大家就覺得有一個例子 對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告訴大家就是說 請問一下什麼交通 車子來講的話 最安全的設施是什麼 很多人會說安全系 可能會指安全帶 或者是車子要變得堅固 對不對 等等之類的 或者煞車等等之類的 對不對 好 大家後來調查發現 其實車子讓人家覺得越安全 你的越分心 越容易分心 造成車禍的問題通常都是因為分心 大家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還有讓你以為你開的是坦克車 所以你就很充值撞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超寶撞得都很慘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他們後來就想說 所以這個邏輯可能開始要去做一些改變 當然這個東西來講 他們只是 所以幾個工程師 或者是科學家就研究 就是說其實應該要是讓人家集中注意力 但是很多的安全設施會讓人家物以為安全 所以你還 你就變成就沒有去注意 所以後來他們說什麼設施其實是最安全的 最根究底就是要讓你聚精會神 對不對 這是最好用的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就開始有打瞌睡顯示啊什麼的 有沒有 新款的車 其實那都是時代潮流 但是他們有一個東西 只是嘴巴裡面說說但是沒有做 因為那會引發很大的爭議 他們得到結論 有點半開玩笑但是也是真實的 最安全的設施是什麼 在你的方向盤上面放一把匕首 匕首 有沒有道理 你絕對全神關注 你絕對不敢開快車 對不對 你絕對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大家聽得懂回事嗎 所以呢 又回到剛才講到就是提防提防 本來是叫你小心提防 結果你幹了提防就忘記提防 是不是 這就是很吊詭 所以 所以 最後就是跟大家一起講 就是說 其實生態來講的話 就是說 有很多事情來講的話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很多理所當然的事情 或者從以前到現在的事情 但是事實上我們去思考的時候 你會變成說 其實它會跟我們過去的思維 其實不太一樣 而且它也不會 大家也不要想說 那個生態的一些想法來講的話 它是什麼動物植物 跟我們都不相干 其實各位可以用很多的這種 生態思維 大家講說不管是資源的分配 或者是去順那個邏輯 其實有很多東西來講的話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些不同的想法 那我今天會跟大家非常地做這樣 謝謝 你我同學要提問的呢 有機會難等 我同學要提問的 第一個那個 剛剛講到卡錘納巨峰的問題 卡錘納的問題它應該是水出不去的問題吧 卡錘納巨峰的問題 那現在造成在海陸的原因 應該是水出不去的 所以我可以想說 那如果是水出不去的 排水系統的 不是防水系統的提防 好 我先回答這件事情 這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衝破提防水進來 對不對 水進來就造成一個損失 第二個損失就該講水出不去 這是兩個 好 排水系統 水出不去 你提防做得越堅固越長 越有機會出不去 所以呢 當你災難發生到某個程度 我跟你講 台北市有這個問題 我們的排水系統 全部都靠抽水站 但是當你的水淹過抽水站的時候 抽水站就完蛋了 你懂我意思嗎 而且一個完蛋 它就減少抽水的功能 它會影響到第二個完蛋 大家懂我意思嗎 它是一個連鎖環 而且當它完蛋的時候 水是真的出不去 但是在以前古時候來講的話 它其實它會有個設計 就是說提防來講的話 有個叫做開口瓶 日本叫做霞瓶 這提防來講的話 就很有意思 就是說它是會往 它有個開口 是往內斜的 也就是說 當水大到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它會從這開口出去 出去的時候呢 它會去淹到那些農田 什麼的之類的 它其實以前早期還有灌溉 做讓它土壤飛 我大家知道淹完水以後 農田其實第二年都會不錯 是不是 所以它是故意設計說 水大到某種程度 它會回憶 是從那個缺口去回憶 回憶完了以後 當水變小的時候 如果說這邊有淹水 它又可以從這個缺口出去 但是台灣來講的話 不是喔 我們提防兩百年洪水 對不起喔 你沒有抽水戰 你就絕對出不去 所以那個塔瑞納巨峰情況 也是一樣 水為什麼出不去 因為你提防就這樣子 太堅固了 所以它根本它就是說 你會一直積水衣服不但泡水 因為你泡是抽水的那個設施 那抽水設施失靈的情況之下 那就完蛋了 所以這東西來講的話 提防做胎金庫 它也就等於 所以其實台灣現在水衣 我們水衣署有在檢討這件事情 以前水衣就是說不要淹水 不要淹水 後來發現不要淹水不是水淹進來 是水出不去 排水問題 對 所以我們最近一直在談排水問題嘛 對不對 你用抽水戰拼命做 是不是 但是抽水戰拼命做的情況之下 有越多的抽水戰 你的風險就越大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 再 我 再講一下就是 德國一北河 它也淹大水 所以我那時候記得 很多那個朋友是做那個文化修復的 全部都到那邊去 最主要是淹大浪的美術館區 大家記得這件事情嗎 哇 很多名畫都泡到水有沒有 所以那時候 那他們也去檢討 就是 為什麼會造成這麼重大的措施 結果後來他們檢討完了 然後很好玩 就是 有沒有加高題嗎 有 美術館區都加高題嗎 因為要保護這些博物館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都疏忽了一件事情 他們也拆掉很多堤房 為什麼呢 因為 以前來講的話上面是農地 以前沒有堤房 所以水淹到的過程度就是淹那個農地 有沒有 後來到堤房來講做出來 請問一下 淹農地的那個水 水是不會不見的對不對 就不淹了有沒有 那往哪邊淹 就往下面淹 所以後來發現 短時間大量的水 以前會淹水的地方 那個緩衝區全部不見了 全部都淹我那個美術館對不對 所以後來他們就覺得說 上面有一些地方就把它打破 所以當你水到某程度 你優先去淹什麼 優先去淹農地嗎 你不要去淹那個美術館對不對 台灣有沒有這樣的例子 有 其實也造成了很重大的損失 大家知道那個吉祺南河堰 上面有一個堤房裡面有那個送到那個 賣了工業區的水 那很重要的 那個水管 所以為了保護那個水管 那個皮房做號稱黃金皮房 兩個意義 一個叫固若金湯 另外一個是花錢像黃金一樣 因為那個人對不對 叫黃金打造的對不對 怎麼樣破掉 破掉的原因 後來就他們一些退休人去看 他說原因是皮房做得太堅固了 是哪一邊堅固 這一邊堅固 就是這邊破掉 這邊堅固 為什麼 因為當初水是先打到這一邊 結果打不破 他太堅固了 所以反倒這一邊 但是這一邊來講的 全部都是農地 這邊來講的是水管 所以他怎麼樣 不應該做兩邊一樣堅固 你這樣講 你應該是要讓他選擇說 要淹哪一邊應該要有一個趨勢 也就是說 當你的風險大到某個程度 你要有一個突發拉線 我們講保險失效 對不對 而不是讓他決定哪個地方哪個重破 所以很多的這種邏輯 就變成就是說 我們在談風險 我們在談安全 其實有很多東西來講的話就是 它是一個迷思 那你誤導 以為這個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罪跟就底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說 其實有一些東西來講話 其實是還蠻值得再深思的 所以大概就是說 這就是我的那個了解是這樣子 謝謝 謝謝 文鳳老師 因為現在就是說缺水 那你可不可以用最精簡的 就是那個關鍵 就是你認為台灣的水的問題 就是你覺得最關鍵的 可以讓我們不缺水的方式 我應該去當水是署長 應該是這樣子說啦 就是說水是資源 所以其實我一直有個想法就是說 處處淹就是處處不淹 水就那麼多嘛 你把它很快的排到海裡面去 你就缺水了嘛 對不對 但是每個地方 所以我常常講說 我們常常講碳足跡 大家有聽過嗎 因為二氧環環環 是我不要的東西 所以吃一樣的東西 如果經過很多地方送到這邊來 我們就說 哇那耗費好多能源 對不對 但是水剛好相反 水是我們要用的東西 所以呢我希望它處處多留一步 所以每一步都慢慢留 大家可以想出來 會造成災難是那個洪峰 如果你把那洪峰的水 拿到什麼地方去緩衝一下 比如說我們講 不管是農田 農田啊或者什麼地方 或森林啊 它只要能夠稍微擋一下 就可以搶到那個時間 搶到那個時間來講的話 下面沒有那個洪峰就過了 是不是 那另外你搶到時間 你就也會把水給流下來 但是我們就很遺憾了 我們都在做排水性 就是說我們有的人造化經驗 就是我不要淹水 我不要淹水 你懂我意思啊 那大家都不要淹水 那請問一下水淹哪裡 就淹到不該淹的地方 或者是就是到海洪峰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沒水 我們沒水 對不對 那很多人說 所以我們要多做水庫 好 我先不談水庫浴積的問題 好 水庫 裝的水夠嗎 人體裡面 請問一下 裝最多水是裝在哪裡 不是盤光 不是血管 是細胞裡面 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土壤涵涵水源 森林涵涵水源 那個東西才是吸水的地方 你怎麼會把它放到水庫裡面 然後讓太陽散去蒸發 而且讓水在那個地方是死水 懂我意思嗎 它沒有辦法用 它就只能回到天上去 對不對 但是你存在什麼 生物體內 不管是植物的還是動物的 那個水是活水 是不是 它一直不斷的在那邊 cycle 所以水應該是 多流一步多流一步多流一步 所以水到海裡面的時間 能夠拖得越長 其實當然這個水的利用性就越高 所以呢 但是我們就有點就是說 一個很自私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 反正我可以很輕易的拿到水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是叫我這不淹水 而且我就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我就把它建築物 我就把它變高 對不對 然後把它變水泥化 我沒事了 但是別人就增加了風險 那別人增加風險 別人就會比你更誇張 但是我們這個東西 就變得惡循循環 所以 其實我們去算的話 就是變成說 很多的洪風流量 我們講什麼 什麼50年洪水頻率 什麼20年洪水頻率 每天到晚每年都在破 大家有沒有覺得 是不是 那是怎麼一回事 告訴你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那個算法有問題 那個算法真的很有問題 為什麼 好 台北防水頻率 200年洪水頻率 對不對 也就是說基本上 原則上應該200年才會一遇 當然什麼時候會發生 那很難講 但是原則上 對不對 不是說今年發生 明年就不會發生 但是基本上200年發生一次 對不對 200年各位 200年是清朝的各位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嗎 你是怎麼推算的 沒有人懷疑嗎 200年前我們有這個歷史資料嗎 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好 200年了結 對不對 我們台灣 台灣島浮出 海面多少年 200萬 300萬 300萬 很多人說對不對 反正是用百萬年 對不對 今天來講的話 就好像個人來講就是說 嗯 我才講個例子 一個嬰兒跟你講說 以我出生 兩個禮拜的經驗 人只能喝米奶 你懂嗎 就是這個意思啊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就這樣子搞 200年了不起嗎 對不對 台灣碰過多少事情 你看那個玉山 你不能知道說 九二一地震其實沒什麼了不起的嘛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你的那個 就是我們有時候我們很重視 我住在這邊 70年了 我也沒看到什麼洪水 70年了不起 沒有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看到很多的地景 它已經告訴你 曾經發生很大的災難 好 今年不發生 所以有時候我們常常講說 欸地震 那有時候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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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象局的人 人家就告訴你 這是好事 因為不會累積 對不對 然後聽過這件事情 好 那一樣的意思啊 對不對 這個200年沒碰到 那你要特別小心 是不是 不是說 200年這個沒有事 越沒有事你要越小心 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很多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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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所以後來曾經我有建議就是說 其實很多的農地應該全部的堤房 全部都要入貌 當水搭到我們多程度 它們就變緩衝 就優先淹那邊 那淹完了以後 這不就賠嗎 那你賠你其實 欸堤房很貴耶 你光是那個利息錢去賠那個農損就已經是夠了 那淹了兩次來講的話呢 那個農夫就賺了 大家有沒有 沒有 是不是 你光利息錢去處理就可以 那我這樣子建議的時候 那時候回我了一句話 就說 嗯 你講的很有道理 但是我們不是農業大位 好 農損那是農糧署的事情 不是我水利署的事情 對不對 那聽了我就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我不是水利署署長 對不對 但是相對來講的話就是說 欸 以後有沒有這個契機 有 因為這些大會都變成環境資源部 我 當然我們的環境資源不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 站好的地方去看的話 也許 也許有一點改變的機會 我只能這樣子講 謝謝 老師 那我這邊講自己沒有一定要討論 但是妳就提出來 就是 你有聽到浮流水沙 浮流水沙 對 因為這邊就是一個訊題有說 平東二峰峻 然後九十年來它沒有斷過水 對 對 對 日本人做的 是浮流水沙 對 日本人做的 日本人做的 我這樣子講 其實 日本人真的有很多的設計 真的是很棒 我覺得越來越倒退 因為我們太迷信水平了 太迷信那種就是人定聖天這樣的情形 對 那個其實 那真的是很棒的設計 沒錯 用浮流水的那個 因為 簡單來講 浮流水它是經過長期的這種累積 所以它搶到時間 很多時間來講換我們就是講環衝嘛 對不對 你有越長的時間換 比如說這邊水要流到這邊來 比如說要三年 所以呢 這邊淹大水 它基本上它有三年的時間 可以幫你消化掉 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它就是一個buffer在那個地方 就好像一個很大的蓄電池在那邊 所以當有很多的東西進來的時候 它可以消化 但是當東西都沒有來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慢慢出 所以我們才說森林是水平故鄉 那當然土壤其實也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說你不是 你只是靠浸流水 哇從那邊流到那邊只要一天 所以你沒有把它留下來 它就出去了 然後你就找不回來 所以那種緩衝的概念其實是 我們很少學習的東西大概這樣 好 那 剛才有稍微討論一下座椅 其實我包括說最近我常看到一個問題 大家好像對自己周邊的生態 或者是生物來講話 我常常講說台灣好像搞到最後就是不感濕條 你聽不見看不聞到 聞不到等等之類的 其實就像剛才講的 你的周邊可能就有很多的生物在那邊活動 但是你長期護視它 所以我很希望說各位回去可以去看一下 你周邊的這些動植物 你好好去看一下旁邊那棵樹 那可不是只有一棵樹 可能那棵樹上面還有一些昆蟲 可能還有一些鳥等等之類的 那所以我出一個作業就是說 大家回去來講話 你在你的周邊拍 你剛才講 三十種 三十種 生物 不管是動物還是植物 對 那也是 動物也可以 對對對 拍 然後呢 就大家去發覺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 因為我我周邊的東西其實還支持不少 其實還支持不少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對 好 盡量去查 對 周邊的定義是什麼 沒有關係 專程跑去公園那個 可以啊 可以啊 只要寫名字就好 對啊 就你平常你會用到的地方 對啊 你去公園而已啊 對啊 常常在那邊散佈的 對啊 或者一些校園啊 對 是只要名字還是要照片 欸 我會不要建議是你列 你放照片 這樣子我們才會知道 你那個認識的對不對 好 因為有很多的東西來講的話 你以為它是 這樣子講 有很多東西你以為它是一種東西 但是它事實上它是兩種東西 但是另外一個來講的話 就是你認為它是兩種東西 但是它可能是一種東西 舉個例子來講的話 輕平 輕平公的母的長得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東西來講 或者小的更老的不一樣 對不對 有的東西來講 有開花跟明開花不一樣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 其實可以讓 其實去一趟公園 你周邊的公園 一定可以有30種以上的東西 絕對找不到 對不對 那你去找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哦 原來我每天在這邊散步 我們每天在這邊運動 有那麼多的東西 但是我都沒有看到 那你會很驚訝 哦 原來我們周邊有那麼多東西 陪伴我們 就是這樣子 好